第2481章真正身份 五人冷眼冰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得让龙傲过去 下一秒钟 龙傲的身影突然消失 借助空间瞬移 到处都是龙傲的身影 千变万化 至于五人则是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龙傲如何变幻 都死死地守在黑色漩涡前 因为在五人看来 只要自己五人纹丝不动 那么龙傲想要越过自己五人踏入星空裂缝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龙傲也笑了 看来五人的警惕性还是非常高的 空间瞬移虽然可以越过五人 不过龙傲却不敢贸贸然这样做 五人身后乃是星空裂缝 要是自己越过五人 那么直接就进入星空裂缝 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自己对于星空裂缝都不是太了解 要是贸贸然踏入的话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要越过五人 借着借助掌握星空 试探性地看看星空裂缝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龙傲手握混沌斧 朝着五人狠狠地劈去 轰 轰 轰 短短的数秒钟时间 龙傲就已经连续不断劈出九九八十一斧 只见一斧接着一斧 到处都是一片浮影 五人四周到处都是星空裂缝 这还是龙傲的修为指示星空传奇 要说能够更进一步 突破极限星空不朽 那么动用掌握星空的话 威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算是五人 都非常忌惮的对方 毕竟星空裂缝的威力实在太强悍了 还没有等五人反应过来 龙傲借助掌握星空和混沌斧 批出的星空裂缝 居然引动黑色漩涡 这么久以来 黑色漩涡自从出现以来 就好像一潭湖水 异常的平静 但是现在呢 由于四周无数的星空裂缝 引动黑色漩涡 整个黑色漩涡突然间 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看上去极其的恐怖诡异 黑色漩涡开始折射出 无数的星空裂缝 远远凌驾于龙傲释放出的 星空裂缝 啊 看着黑色漩涡折射出的星空裂缝 不要说五人 就算是龙傲都有点震惊 因为就算是他 都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样 自己动用掌握星空搞出来的星空裂缝 居然能够引动黑色漩涡的星空裂缝 不管是五人还是龙傲 都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黑色漩涡内折射出的星空裂缝 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扯 留在这里 一旦被星空裂缝吞噬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要是被星空裂缝吞噬的话 那么就算是极限星空不朽 也照样会被星空裂缝淹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转身 龙傲就已经进入混沌殿之内 对于混沌殿的威力 龙傲有着十足的信心 只要自己踏入混沌殿 那么黑色漩涡内折射出的星空裂缝 根本无法进入混沌殿 至于五人 速度全部飙升到了极点 因为就算是五人都非常忌惮 黑色漩涡内折射出的星空裂缝 速度稍微慢点的话 那么到时候必死无疑 不一会 五人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龙傲的离开 星空裂缝也已经消失不见 而黑色漩涡内折射出的星空裂缝 最多覆盖数十米的范围 范围再大的话 几乎无法覆盖了 处五分钟之后 五人去而复返 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 刚刚幸亏自己五人的速度够快 要不然的话 自己五人恐怕已经凶多吉少 一切都是因为龙傲 直到此刻 五人都不知道龙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不过五人已经多次看出 龙傲每次破开星空 都会动用一柄斧头 难道是因为斧头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龙傲身上的秘密也实在太多了 不管是空间星空神器还是斧头 要是全部能够得到的话 完全可以纵横星空 似乎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都不用忌惮 可以直接选择无事 越是如此 五人越是贪婪 恨不得立刻得到龙傲身上的宝物 要是能够得到秘境 混沌之力 包括龙傲身上的宝物 那么简直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龙傲 我知道你还在这里 现身吧 哈哈哈哈 随着笑声 龙傲的身影瞬间出现 直到此刻 五人还是没有锁定龙傲的星空神器 由此可以说明 龙傲拥有的这件星空神器 到底有多么的逆天 龙傲 我可以放弃混沌之力 不过你要将你的空间星空神器 还有斧头全部交给我 如何 周锋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听到周锋此话 四人彻底愤怒了 因为周锋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想要独吞龙傲的宝物 哪怕是选择放弃混沌之力 要是能够得到混沌之力 周锋怎么可能轻易选择放弃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周锋肯定是认准自己无法得到混沌之力 从而退而求其次 选择龙傲身上的宝物 这样才选择放弃混沌之力 简直就是无耻到了极点 不过四人心里就算是如何的愤怒 也不敢随随便便的爆发 尤其是这种情况下 越发的不能冲动 否则的话 说不定得不偿失 周锋确实笑了笑 选择无视四人 虽然五人名义上是联盟关系 不过也是个怀鬼胎 没有绝对的利益下 相信五人早就大打出手 龙傲笑了笑 对于周锋的意思 他岂能不知道 说道 周锋 相信你已经猜出 没错 我之所以能够破开星空 并且踏入星空裂缝 都是靠着我手中的斧头 要是我给了你 那我怎么办 啊 听到龙傲的话 四人有点惊讶 因为他们虽然已经猜到 不过却不敢肯定 却没有想到 还真是如此 难怪周锋突然间 想要放弃混沌之力 从而得到龙傲手中的斧头 原来是为了此事 周锋还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四人死死地盯着周锋 不过这个时候 周锋却说道 龙傲 我只想问问你 你到底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 我要是不答应呢 搜的一声 周锋手中折射出一个小黑点 不偏不倚地落入龙傲的手中 第2482章杀戮族 看着手中的黑色小权杖 龙傲很是好奇 不知道周锋给自己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黑色权杖正面写着一个杀字 后面则是画着一个骷髅 龙傲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其他的四人 看着龙傲手中的黑色权杖 四人的脸色全部变了 杀戮权杖 杀戮权杖 这是什么东西 龙傲很是好奇 看着四人 看着杀戮权杖 四人有意无意地远离周锋 似乎很是忌惮周锋一般 周锋 真是没有想到 你居然来自杀戮一族 杀戮一族 杀戮族听到纲目的话 龙傲彻底惊呆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手中的杀戮权杖意味着什么 要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说周锋乃是所谓的杀戮族的一员 龙傲当然知道 杀戮一族意味着什么 浩瀚星空 共有六大种族 从而称霸浩瀚星空 无人敢招惹 六大种族 分别是人族 龙族 民族 蜀族 杀戮族 神秘族 其中的杀戮族 号称以杀戮为影 当初在浩瀚星空制造了无数的邪与星风 一时之间 杀戮种族无人能敌 最终没有办法 人族 龙族 民族 蜀族 四大种族联手 直接压制杀戮族 神秘族 一直最为神秘 几乎不出现在浩瀚星空 四大种族联手才能够强行压制杀戮族 可想而知杀戮族的实力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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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众人震惊的眼神 周峰似乎很是满意众人的态度 仰天大笑起来 作为杀戮一族的一员 他为自己是杀戮族的人而感到自豪 看到周峰的狂笑 四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京城冷漠地说道 周峰 虽然四大种族已经不再仇视杀戮族 不过 摆摆手 周峰根本不给京城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将其打断 说道 少给我这里磨磨疾疾 当初要不是你们四大种族联手 我们杀戮一族早就成为浩瀚星空的霸主 这笔账 我们杀戮一族迟早会算清楚 四人非常忌惮杀戮一族 不管怎么说 杀戮一族的实力摆在那里 周峰 你表明身份 你认为你还可以活着离开这里吗 四人的态度已经很明确 虽然杀戮一族已经消失了很多年 但是只要遇到杀戮一族的人 最好还是见一个杀一个 尤其是周峰的实力 要是不斩草除根的话 那么日后肯定会麻烦不断 周峰会在意吗 想想都知道 要是周峰在意此事的话 也不会随随便便表露身份 叫了 周峰冷漠地说道 你认为我会在意你们吗 周峰越是如此 四人心里越是忌惮 因为四人当然知道事情的麻烦 要是周峰没有十足的信心 怎么可能轻易表明身份 战 还是不战 要是放在平时 四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因为在杀戮种族面前 必须要团结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 要是出手对付周峰的话 一旦两败俱伤 岂不是白白便宜了龙傲 从而让龙傲坐收渔翁之力 双方僵持着 周峰无视四人 而是看向龙傲 笑着说道 龙傲 你也应该知道杀戮一族的强悍 我可以承诺你 你只要交出你手中的宝物 我稍后可以带着你返回杀戮一族 有了杀戮一族的相助 周峰说到这里 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龙傲会选择妥协吗 要是换做其他的话 碍于周峰的威慑 说不定会选择妥协 但是龙傲要是选择妥协的话 那么就不是龙傲了 龙傲笑了笑 满不在乎地说道 周峰 你是不是杀戮族的人 根本和我办毛线关系都没有 至于我手中的宝物 和你也没有办毛线关系 想要我的东西 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回家洗洗睡 看看能不能做梦梦到 龙傲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那就是不愿意交出宝物 不过想想也就是然了 这样你添的宝物 不要说龙傲 相信此事无论换做是谁 都不会轻易交出去 太扯淡的事情 周峰也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笑着说道 龙傲 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搜魂 不过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杀戮一族 有着一门秘法 完全可以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至于你 到时候则会生不如死 这样的结果 相信你也不愿意看到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龙傲却无视这样的威胁 冷笑着说道 周峰 你还是不要和我这里废话 想要拿到我手中的宝物 你先杀了他们四人 然后我们再谈 如何 杀了四人 书书简单 真正做起来却是困难无比 就算相信自己的实力 不过周峰还是非常清楚 单单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想要顺利即杀四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没有等周峰说话 龙傲就已经消失不见 剩下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事情 龙傲对于此事当然知道 他当然希望双方互相开杀 要是能够两败俱伤的话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 到时候自己甚至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对于龙傲的意思 不管是刚目四人还是周峰 心里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就算明明知道龙傲的意图 不过双方还是有点蠢蠢欲动 随时都有可能开战 周峰 周峰一脸的不耐烦 因为身份已经曝露 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多大的意思 至于开战 周峰不是傻子 这个时候开战的话 那么明显对自己很是不利 他不可能白白便宜了龙傲 最大的任务就是得到龙傲身上的宝物 并且得到混沌之力和秘境 你们最后滚开 我的目标不是你们 最好不要来招惹我 否则的话 小心你们的命 周峰冷眼看着四人 身上的杀气滚滚而至 席卷着四人 很是忌惮 四人震惊地看着不远处的周峰 因为这一刻的周峰身上 爆发出的气息非常强悍 第2483章消失 单打独斗 四人之中 绝对没有人是周峰的敌手 周峰不愧来自杀戮族 出手 还是放弃四人不是傻子 心里都非常清楚 要是这个时候不出手的话看 到时候不要说抢夺混沌之力 是否能够活着离开这的位面 都是一个未知数 冷笑不已 对于四人心中所想 周峰何尝不知道 你们四人是不是想要出手 看到四人不说话 周峰继续说道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四人一起上 生死不论 如何 周峰越是如此 死人心里越是忌惮 要是赌赢了 那么一切皆大欢喜 万一赌输了呢 周峰敢如此 相信肯定有着十足的信心 要是冒冒然出手的话 到时候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时候 纲目突然笑着说道 周峰 你和我们之间无冤无仇 没有必要搞得你死我活 不如我们一起对付龙傲 得到的东西 我们平分如何 摇摇头 周峰脸上写满了嘲讽 笑着说道 平分不可以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一人一半 而一半有你们四人瓜分 七人太甚 四人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害怕了周峰 就算周峰如何做得过分 相信四人都不敢多说什么 四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到底该怎么办呢 四人知道 要是自己四人选择妥协的话 那么日后 自己四人越来越没有活路 完全就会被周峰支配 这是四人万万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你们不愿意 看着四人不说话 周峰冷恒一声 冷冷地说道 你们要是不愿意 那么龙傲的东西全部归我 周峰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四人上前一步 意思已经很明确 杀气狠狠地席卷而去 杀气纵横 周峰却没有丝毫地在意 直接选择无视 冷眼看着面前的四人 刺猬 圣者为王败者为寇 谁的实力强大 谁就说了算 周峰此话说得很对 浩瀚星空 实力为尊 强者为上 谁的实力强悍 谁就说了算 四人当然知道 不过四人却不愿意承认 要是周峰独自一人做大 他们最后的结果恐怕只有一个 惨死 周峰 我们不得不承认 你的实力的确很强悍 要是单打独斗的话 我们四人之中 没有一人是你的敌手 不过以四敌仪的话 你有几分把握 可以成功地击杀我们 听到此话 周峰的脸色也瞬间阴沉下来 周峰当然知道四人的意思 正如四人所说的一般 要是单打独斗的话 自己可以无视任何人 不过要是以一敌四的话 就算是他的实力强悍 也不可能急杀四人 要是换作之前的话 周峰肯定会出手 哪怕明明知道不可能急杀四人 同样也要一战 但是现在 情况非常的特殊 要是强行出手 先不说是否能够顺利的急杀四人 单单是龙傲这一方面 就会白白便宜龙傲 这样的事情自己坚决不能做 看到周峰如此 四人都笑了起来 评分 四人也不想和周峰硬碰硬 他们只是想要争取应有的利益 至于对付周峰 那是以后的事情 周峰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站着 各凭本事 这个时候多说都是废话 到时候想要争取更多的利益 那么就要看自己的实力 实力决定一切 混沌店内 双方并未开战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意外 只要五人不是脑子进水 相信不会随随便便的开战 毕竟此事还有着自己 不管是四人还是周峰 都害怕自己坐收鱼翁之力 要不然的话 恐怕又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龙傲也很是无奈 因为五人死死地守着黑色漩涡 自己想要踏入黑色漩涡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到底该怎么办呢 距离如此之远 就算自己动用掌握星空 最多能够引动黑色漩涡内的 星空裂缝 想要试探出自己是否顺利 进入黑色漩涡 根本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不可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要是这样的话 自己除了浪费时间外 再无其他的事情 想来想去 龙傲也没有想出个好办法 一左一右 四人和周峰死死地守着黑色漩涡 因为五人几乎可以断言 只要自己五人守在这里 那么龙傲肯定会出现 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三天转眼而逝 就在五人继续守着黑色漩涡的时候 情况突变 之前已经出现的黑色漩涡 慢慢地开始融合起来 没错 正是融合 看着面前的黑色漩涡 开始慢慢地融合 五人只能干着急 却不敢踏入一步 星空裂缝意味着什么 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没有十足地把握之前 他们根本不敢上前一步 要是一个不慎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色漩涡融合 五人却没有丝毫的办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是黑色漩涡就此消失的话 到时候不要说进入其中获得混沌之力 是否能够继续锁定混沌之力的位置 都是一个未知数 在五人不敢踏入黑色漩涡的情况下 短短的数分钟时间 黑色漩涡已经彻底融合 恢复平静 五人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锁定起来 但是结果 无论怎么锁定 五人都无法锁定混沌之力的位置 越是锁定 五人的脸色越是难看 明明之前就在眼前 却不敢踏入 现在后悔了 想要踏入其中 却没有机会了 后悔不已 龙傲 出来 没有丝毫的回应 没有了龙傲的锁定 他们五人根本无法锁定混沌之力 越想越是不甘 越想越是愤怒 不过就算如何不甘 如何愤怒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 他们除了无能为力之外 还是无能为力 龙傲没有丝毫的回应 五人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种情况下 除了无法锁定混沌之力之外 甚至连龙傲都无法锁定 第2484张坏了 混沌殿内 对于黑色漩涡的融合 龙傲没有丝毫的惊讶 因为之前他就已经猜到 黑色漩涡要是一直不融合 那么岂不是谁都可以锁定混沌之力 想想根本就是完成扯淡的事情 自己既然能够锁定第一次 那么就能够锁定第二次 锁定第三次 第四次 甚至是第五次 第六次 正是如此 龙傲没有丝毫的担心 五人依然死死的守着黑色漩涡 就算黑色漩涡已经融合 他们也坚信 混沌之力也不会就此离开 只要自己锁定这里 那么等到龙傲出现的话 自己五人还是有机会 但是结果呢 龙傲已经顺利地感应到 经过黑色漩涡的融合 混沌之力的位置已经转移 龙傲已经猜到 随着每一次的混沌之力开启 并且融合的话 那么都会改变位置 经过数天时间的锁定 龙傲再一次地锁定 混沌之力的位置 这一次 龙傲没有惊动任何人 动用全力 甚至动用了混沌斧 足足劈了数百斧之后 混沌之力终于被劈开 黑色漩涡再次出现 黑色漩涡内 无数的星空裂缝疯狂地涌现着 看上去极其的恐怖 没有丝毫的迟疑 速战速决 整个山谷不算是很大 谁也不知道 五人何时会出现在这里 要是五人敢过来的话 那么麻烦就大了 正是因为如此 龙傲立刻动用掌握星空 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借助掌握星空进入黑色漩涡 掌握星空逆行使出 这样的话 黑色漩涡内的星空裂缝就不会被引出 这样的话 自己也安全得多 心中顿时一喜 龙傲靠着掌握星空 顺利地进入黑色漩涡之内 龙傲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踏入黑色漩涡 并不是因为自己拥有掌握星空 真正的依仗是所谓的混沌店 正是因为有着混沌店 龙傲才有着十足的信心 就算自己踏入黑色漩涡遇到危险 相信自己一旦躲入混沌店 也可以顺利地离开 要是没有混沌店 那么单单靠着掌握星空 就算是龙傲都不敢随随便便地踏入 龙傲坏了 听到巨响 五人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刚刚好看到龙傲已经踏入黑色漩涡 五人的脸色彻底变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就怕黑色漩涡融合转移位置 现在还真是转移位置了 说到底 还是龙傲玩花样 五人真正的担心 那就是龙傲踏入黑色漩涡 一旦成功地吞噬混沌之力 成就星空主宰的话 到时候他们全部都不是对手 眼睁睁地看着龙傲踏入黑色漩涡 五人却只能硬生生地停住脚步 五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心里的愤怒犹如火山爆发 恨不得将龙傲碎尸万段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只是希望龙傲不要吞噬混沌之力 要不然的话 等到他成就星空主宰 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要是换做其他人 五人都不会相信有人能够吞噬混沌之力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 别人无法踏入的星空裂缝 龙傲还是顺利地踏入 单单是这一点 其他人就无法做到 不仅如此 凡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万一龙傲真的在黑色漩涡成功地吞噬星空之力 那么成就星空主宰之后 不要说自己五人 相信就算是九大半部星空主宰 都无法抗衡龙傲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死死地守住这里 龙傲一旦出现 不管他是否吞噬混沌之力 我们都要联手将其灭杀 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对于周峰的提议 其他的四人都没有丝毫地反对 黑色玄默内 龙傲借助手中的混沌斧 还有神通掌握星空 一步接着一步 步步为营 小心翼翼地慢慢走着 因为龙傲心里非常清楚 自己必须非常谨慎 要不然的话 稍有怠慢 自己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四周到处都是漆黑无比的一片 就算是以龙傲的实力 都无法看清楚四周的情况 不过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四周到处都是星空裂缝 非常的密布 幸亏自己拥有混沌符合掌握星空 要不然的话 一旦踏入黑色漩涡 必死无疑 要是可以顺顺利利地踏入黑色漩涡 五人也不会只敢守在外面 而不敢踏入半步 无法继续前行 只是走了上百步而已 龙傲就震惊地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继续前行 就算是想要强行前行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四周的环境很是诡异 自己根本没有遇到所谓的混沌之力 难道这里不是混沌之力的所在地 算是郁闷到了极点 自己千辛万苦地踏入其中 并没有奢望能够直接吞噬混沌之力 只要能够借助混沌之力 将恋化五属性混沌石碑的速度加快 那么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但是现在 这里明显没有混沌之力 这样的话 自己岂不是白白跑一趟 难道就这样选择放弃 不甘心 龙奥当然不愿意就此选择放弃 并且直觉告诉他 自己锁定的这个位置肯定没错 黑色漩涡之内 百分之百肯定有着混沌之力 只是自己没有办法锁定混沌之力而已 现在的情况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 万般无奈之下 龙奥试着释放出自己的元神 不过刚刚出现 立刻遭受到四周的神秘之力攻击 要不是及时收回 恐怕自己现在就已经受到重创 难道神秘之力就是混沌之力 龙奥很清楚 刚刚自己的元神 被一股神秘之力反噬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这次前来找的混沌之力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自己的锁定和直接还是对的 这样的话 自己越发的不能放弃 还没有等龙奥反应过来 丹田之内的混沌殿 突然折射出一股神秘力量 正是之前龙奥靠着这股神秘力量 一而再再而三突破的神秘力量 直到此刻 龙奥都无法确定 混沌殿内的这股神秘力量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混沌之力 第2485章吞噬混沌 混沌殿折射出的神秘力量刚刚出现 四周凭空出现一股股强悍的力量 几乎不用猜测 龙奥就已经知道 这一股股神秘强悍的力量 百分之百就是所谓的混沌之力 心中大喜 还没有等龙奥想办法 看看如何吞噬混沌之力 情况突变 四周出现的混沌之力 狠狠地开始压制龙奥 威势非常的强悍 要是按照这种速度下去的话 最多不超过十分钟 相信自己就会被混沌之力直接粉碎 情况很是危机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 混沌殿内的神秘力量 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抗衡混沌之力 最为要紧的还是 龙奥根本无法掌握混沌殿 连带着无法掌握混沌殿折射出的神秘力量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自己到底是生是死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龙奥还是没有抵挡住混沌之力的压制 最终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无奈地踏入混沌殿 对于混沌殿的威力 龙奥有着十足的信心 只要自己踏入混沌殿 那么就算是混沌之力 都无法锁定自己 果不其然 混沌之力真的无法进入混沌殿 这一刻的龙奥 总算是松了口气 这样下去 始终不是办法 不管怎么说 自己这次踏入黑色漩涡 围的就是吞噬混沌之力 要是自己一直逗留在混沌殿之内 那么何时是个头 想来想去 龙奥一时之间也没有想出个好办法应对混沌之力 原本以为 可以借助混沌殿内折射出的神秘力量 可以压制混沌之力 但是现在看来 除非自己能够真正掌握这股神秘之力 否则的话 一切都是扯淡 静静地坐在混沌殿之内 龙奥看着四周空荡荡的空间 直到此刻 他还没有搞清楚混沌殿到底是什么星空神器 唯一知道的就是 自己拥有的这个混沌殿 威力相当的强悍 能够抗衡星空主宰和混沌之力 想想都知道混沌殿的威力 神秘力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继续坐以待毙 龙奥可不愿意轻易选择放弃 好不容易找到了混沌之力 要是自己选择放弃的话 到时候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离开混沌殿 刚刚出现 龙奥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召唤出无属性混沌石碑 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管是哪一面混沌石碑 里面肯定存在着混沌之力 要是自己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能够吞噬四周的混沌之力 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结果呢 随着混沌殿的神秘力量消失不见 四周的混沌之力也跟着消失 算是郁闷到了极点 龙奥已经猜到 四周的混沌之力 肯定是因为混沌殿内折射出的神秘力量 从而召唤而出 要是随随便便能够调动神秘力量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很是特殊 自己根本无法掌握混沌殿内的神秘力量 这样的话 混沌殿内的神秘力量到底何时会出现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严格来说 应该是看运气 运气不好 谁也不知道神秘力量会何时出现 要是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下一秒钟 神秘力量就会出现 就算如此 龙奥同样没有坐以待毙 因为要是一直等待混沌殿内的神秘力量 那么鬼知道需要等多久的时间 离止待见 使出掌握星空的同时 四周已经开始倒到星空裂缝 呼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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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等龙奥反应过来 因为离止待见出现的星空裂缝 四周的星空裂缝忽然间出现 要比龙奥使出的星空裂缝 强大无数倍 喝了一跳 就在龙奥准备进入混沌殿的时候 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听了 要是一直害怕危险 那么自己何时能够成功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必须拼一拼 以掌握星空布置出的气罩 将自己全身笼罩 要是换做其他人 肯定不敢如此 因为此事稍有不慎的话 那么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龙奥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星空掌握布置出的气罩 硬生生地抗住四周的混沌之力 其实龙奥心里还是有点疑问 因为自从他踏入黑色漩涡以后 四周出现的混沌之力 似乎对他来说 攻击力度并不是非常的猛 要不然的话 想想都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借助掌握星空破开的星空裂缝 四周突然间出现了混沌之力 这一次 龙奥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吞噬起四周的混沌之力 龙奥当然没有直接吞噬混沌之力 因为以他的身体为载体 根本无法承受混沌之力 强行吞噬混沌之力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暴体而亡 龙奥最大的希望就是 无属性混沌石碑和混沌殿 要是连这两件星空神器 都无法承受混沌之力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的事情 自己只有退出黑色漩涡 哪怕心里有着无数的不甘 不管是无属性混沌石碑 还是混沌殿 都无法吞噬混沌之力 不管是否能够成功 两样星空神器 根本没有丝毫的动作 这才是龙奥最为郁闷的地方 就算如此 龙奥还是没有轻易选择放弃 接着就试试所谓的混沌印 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剩下最后的混沌府 一切都要看看混沌府了 最后的希望就是混沌府 龙奥已经决定 要是混沌府还是无法搞定混沌之力的话 那么自己就立刻离开黑色漩涡 再也不在这里多逗留 省得到时候麻烦 龙奥手握混沌府 将原神之力疯狂地涌入混沌府之内 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因为直到此刻 他也不敢确定 自己借助混沌府 是否能够吞噬混沌之力 到底是否能够成功吗 就在龙奥交集等待的时候 四周的混沌之力开始疯狂地出现 并且开始朝着混沌府涌来 而手握混沌府的龙奥 并没有遭受混沌之力的攻击 只是一脸的震惊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靠着混沌府 真的可以吞噬混沌之力 简直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第2486章地狱吞噬 混沌府的胃口非常之大 疯狂地吞噬 龙奥越来越震惊 连混沌之力都可以随随便便地吞噬 并且还如此疯狂地吞噬 想想都知道 混沌府的威力到底如何 事情已经如此 龙奥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吞噬了再说 原本龙奥想着 是让无属性混沌石碑 吞噬混沌之力 如今却万万没有想到 无属性混沌石碑 根本无法吞噬混沌之力 反而混沌府如此猛烈地吞噬 时间飞逝 转眼间 数十天已经悄然而过 足足吞噬了数十天的时间 混沌府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还没有等龙奥来得及兴奋和激动 混沌府内 突然折射出一篇小字 最前面有着九个最大的黑色大字 为混沌九府 混沌九府 这是什么东西 只是瞬间 龙奥就已经明白 混沌府内飘出的小字 乃是星空五技 几乎不用猜 龙奥也知道 这门混沌九府的威力肯定不简单 自己得到混沌府的时间也不短了 这么久的时间 从未得到过任何的五技 唯独现在 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要说其中没有猫腻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惊喜到了极点 无数的小字全部进入龙奥的脑海之中 啊 就在龙奥想要融合混沌九府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因为脑海之中的混沌九府 只是出现了其中的第一府 后面的八府全部被一股神秘力量覆盖 就算是自己都无法破开 这样的话 岂不是说 自己只能够修炼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白高兴一场 只是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就算威力强悍 又能强悍到哪里去 简直苦闷到了极点 就算如此 龙奥还是没有随随便便的选择放戏 直觉告诉他 自己刚刚得到的这门星空五技肯定不简单 先试试修炼第一府 看看威力如何 直接席地而坐 龙奥开始静静地修炼起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混沌九府 第一府 名为地狱吞噬 原本以为 以自己的天赋和实力 想要修炼单单的一府 完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却万万没有想到 真正修炼起来到底有多么的困难 龙奥就是个绝脾气 不可能轻易选择放弃 尤其是这个时候 他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在这里修炼 明显会加快速度 并且外面肯定有着五人守着 自己要是能够修炼成功第一府 说不定胜算还能够继续提升 想到这里 龙奥没有立刻离开黑色漩涡 全力修炼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吞噬地狱 黑色漩涡外 随着时间的慢慢飞逝 五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越来越难看 龙奥进入黑色漩涡 只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龙奥无法抵挡住黑色漩涡内的星空裂缝灭杀 第二个结果 便是龙奥顺利的吞噬混沌之力 从而成就星空主宰 虽然五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龙奥吞噬混沌之力的几率很小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万一龙奥真的吞噬混沌之力 成就星空主宰 那么一切都晚了 极限星空不朽在星空主宰面前 连垃圾都不如 要是龙奥真的成就星空主宰 那么想要击杀他们五人 完全是分分钟的事情 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算如何着急 事情已经如此 自己五人也无能为力 越想越是愤怒 越想越是无奈 还真是一步错 不步错 刺猬 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相信你们也应该知道 要是我们的运气不好 龙奥真的能够吞噬混沌之力 成就星空主宰的话 那么到时候我们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周峰的话 其他四人岂能不知道 就算知道又能如何 事情已经发生 他们就算想要进入黑色漩涡也不太可能 退一万步讲 就算他们现在想要踏入黑色漩涡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就在昨天的时候 黑色漩涡已经开始慢慢地融合 他们五人几乎可以断言 如今的入口处已经改变方位 单凭他们五人 根本无法锁定入口 这样的话 只要龙奥的运气足够好 那么岂不是可以真的成就星空主宰 然后再离开黑色漩涡 要是换做自己的话 肯定也会如此做 山谷就如此大 现在的情况很是危机 以我们的实力 原神覆盖之下 只需要一秒做不到的时间 就可以感应到任何的位置 对于周峰的提议 四人各自点点头 并没有任何的反对 因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让龙奥成就星空主宰 活着离开这里 另外一处 黑色巨石依然被混沌之力炼制着 苗铃儿死死地守着 虽然心里很是担心龙奥的安危 不过他还是没有前往 因为他非常清楚 自己就算去了 恐怕也无法相助龙奥 甚至还会连累龙奥 趁着五人不在 自己还不如先搞定 面前的黑色巨石 等 只是苗铃儿不知道 面前的秘境到底 何时会被炼制成功 要是时间太久的话 五人肯定不会轻易选择放弃 果不其然 不依惠的时间 苗铃儿就已经 感应到五人到来 事情如此 他不可能以一敌五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五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既然守在其他地方 还不如守在这里 一边可以守着秘境 一边可以覆盖龙奥的位置 完全是一件双雕的事 五人赶到的时候 并未发现苗铃儿的踪迹 很是好奇 因为按照正常情况 苗铃儿应该守在这里才对 不过这不是重点 也不是五人最为关心的事情 他们最为关心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就是秘境何时被混沌之力彻底炼制成功 一件便是龙奥的位置 只要龙奥出现 那么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都要想尽办法毁灭龙奥 要不然的话 等到龙奥真正的炼化混沌之力 成就星空主宰 到时候一切都彻底晚了 这样的事情 他们是万万不会让其出现的 第2487章百年时光 转眼即逝 黑色玄屋内 龙奥静静地席地而坐 全身心地修炼着混沌九斧之中的第一斧 也就是所谓的地狱吞噬 看看非常容易 真正修炼起来 确实相当的困难 转眼三个月悄然而逝 整整修炼了三个月 龙奥还是没有真正修炼成功 严格说起来 只能算是入门 没错 正是紧紧地入门 龙奥算了算 自己想要真正的修炼成功 第一斧地狱吞噬 最次也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对于星空修炼者 百年时间 只是转眼即逝的事情 只要修为能够突破 火七转星空修炼者 那么寿命就会相当的长 活个数千万年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更何况还是以龙奥如今的实力 星空传奇 活个数百亿年 甚至是数万亿年 都不是什么问题 没有办法 因为龙奥心里非常的清楚 要是自己贸贸然出去的话 肯定会遭受到五人的联手攻击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想要以一敌五 并且取胜五人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的办法 要是自己的修为能够顺利突破星空不朽 并且修炼成功混沌九斧 再加上自己的其他必杀技 那么对战极限星空不朽的话 胜算就会大很多 这么久以来 修为虽然一直迟迟无法突破 但是龙奥却有着十足的信心 百年时间 以自己的天赋 从星空传奇突破星空不朽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睁开双眼 看着四周漆黑无比的空间 龙奥的脸色很是无奈 四周的混沌之力已经被混沌府全部吞噬 自己才可以安心的在这里修炼 因为他已经发现 这个地方乃是修炼圣地 对于自己的修炼有着很大的好处 在这里修炼 龙奥也可以完全放心 因为他可以断言 这一颗的黑色漩涡已经融合 就算五人想要踏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混沌九府 如今的龙奥只能修炼第一府 至于后面的第二府 第三府 第四府 第五府 第六府 第七府 第八府和第九府 不要说修炼 就算是后面的招数 连丝毫都看不到 也算是无奈到了极点 至于第二府到第九府的威力 龙奥根本不知道 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先修炼第一府 不过龙奥很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所谓的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单单是修炼这一府 修炼起来 最次也要修炼上百年 是否能够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难想象 要是修炼后面的八招 又需要多久的时间 数万年 数百万年 还是数一年 龙奥一边修炼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一边载载细细地研究混沌府 看看自己得到的这件星空神器 到底是什么来历 混沌府能够吞噬混沌之力 那么毫无疑问 如今的混沌府之内 已经拥有了混沌之力 想想都知道混沌府的威力 龙奥试着将自己的原神之力 慢慢地渗透到混沌府之内 试着感应混沌府 毫无动静 龙奥很是好奇 不知道之前混沌府吞噬的混沌之力 到底去了哪里 凭空消失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如此 龙奥还是没有选择放弃 依然借助原神之力 慢慢地感应着混沌府内的混沌之力 不过感应来感应去 还是没有感应出混沌之力 至于是怎么回事 龙奥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自己的实力不够强悍 根本无法掌握混沌府 先不说混沌之力 单单是混沌府的威力 相信都要比现在强悍无数倍 只是自己无法驾驭混沌府 从而死死地压制着混沌府的威力 想到这里 龙奥没有继续感应下去 按照这种情况 就算自己继续感应的话 相信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没有丝毫的用处 当务之急 还是尽快地修炼混沌九府之中的第一府 他也想看看 第一府地狱吞噬 到底有多么强悍的威力 继续修炼第一府 地狱吞噬 就这样 龙奥没有离开黑色漩涡 只是静静地坐着修炼混沌九府 渐渐地 从坐着开始慢慢地站了起来 并且守卧混沌府 开始一遍遍地演化地狱吞噬 混沌九府 本来就是来自混沌府 用其他的兵器根本无法发挥出混沌九府的威力 唯独动用混沌府 结合混沌九府 才可以发挥出应有的威力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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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龙奥的速度 每天都可以演练上万遍 并且龙奥根本不知道疲倦 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演练着 漆黑无比的空间 只有龙奥一个人的身影 说也奇怪 以龙奥掌握的实力 配合混沌府的威力 这样肆无忌惮地演练混沌九府 相信这里早已被毁灭 但是结果呢 无论龙奥如何演练混沌九府 四周的空间纹丝不动 不受丝毫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 这里的空间的确非常的强悍 十年 龙奥依然只是入门 二十年 龙奥开始渐渐地从入门提升了丝毫 已经能够掌握五分之一的地域吞噬的威力 三十年 龙奥终于开始慢慢领悟地域吞噬的含义 并且威力大幅度提升 四十年 龙奥演练的速度再次加快 甚至提升了数倍至于 这是什么概念 五十年 龙奥的演练速度已经飙升到一个极限 一眼望去 甚至连残影都看不到 六十年 龙奥的演练速度不仅没有加快 反而开始慢了下来 七十年 龙奥的演练速度越发地慢了下来 一天下来 最多演练十几二十遍左右 八十年 龙奥的演练速度缓慢到了极限 一天的时间 最多演练一边 甚至有的时候 连一遍都没有 只是站着一动不动 就这么静静地站一天 九十年 龙奥几乎不再演练 有些时候 数个月才演练一次 并且只要动用混沌服 那么四周的空间就会出现一片荒凉的感觉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就好像身处地狱一般 对于此事 龙奥却是完全不知 百年时光 转眼极世 第2488章世事威力 百年时光 转眼极世 黑色剧史依然没有被混沌之力炼制成功 五人焦急地等待着 龙奥百年都未曾出现 五人几乎可以断言 龙奥很有可能已经陨落在黑色漩涡之内 正是因为如此 百年来 五人已经彻底选择放弃龙奥 而是全神贯注地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秘境 就算无法得到混沌之力 也要吞噬秘境 就算无法成就星空主宰 最次也要成就半部星空主宰 但是结果呢 整整百年时光 秘境还是没有被混沌之力炼制成功 原楚 苗铃儿并没有离开 虽然五人一直坚信龙奥死在了星空裂缝之中 不过苗铃儿心里确实不相信此事 直觉告诉他 龙奥肯定没死 快看 逆境快要炼制成功了 就在这个时候 纲目等人突然发现 面前的黑色巨石已经停止炼制 并且四周的神秘之力 也就是所谓的混沌之力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就算如此 五人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万一黑色巨石还有意外 那么贸然出手的话 岂不是会得不偿失 苗铃儿也慢慢地出现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色巨石 事情已经如此 就算明知不是五人的敌手 也执意要出手抢夺 不管是五人还是苗铃儿 都没有冒冒然出手 只是死死地盯着 黑色巨石被炼制成功之后 肯定会被炼制出秘境之心 不管是谁 想要融合秘境 首先要融合秘境之心 否则的话 一切都是扯淡的事情 六人都在等秘境之心 秘境出现 这个时候 黑色巨石内突然折射出一道黑光 看不清楚是什么状态 反正很是诡异 六人都非常清楚 黑色巨石内折射出的黑光 百分之百肯定是所谓的秘境之心 只要能够得到黑光 那么就可以融合秘境 是否能够成就半部星空主宰 关键之处 就在所谓的秘境 六人的速度都飙升到了极点 全部朝着黑色巨石而去 要是之前 五人肯定联手对付苗玲儿 甚至四人还会和周锋为敌 但是现在呢 随着秘境之心的出现 六人可以说是个怀鬼胎 都想要得到秘境之心 那么毫无疑问 就要首先灭杀其余人 才可以顺利地得到秘境之心 正是如此 六人朝着秘境而去的同时 已经顾不上其他 大打出手 六人之最 实力最为强悍的人 便是周锋 不过周锋想要以一敌武 即杀五人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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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六人全力朝着黑色巨石而去的时候 一阵狂笑突然传来 叫声传遍整个山谷 龙傲 这是龙傲的声音 六人听到龙傲的声音 除了苗玲儿惊喜不已之外 其余的五人都彻底震惊了 因为他们本以为龙傲踏入黑色漩涡 肯定是必死无疑 却没有想到 龙傲居然还能够活着出来 整整百年时间 龙傲居然在黑色漩涡内 整整待了百年时间 要不是听见龙傲的声音 他们实在有点不敢相信 匪夷所思 龙傲 你敢 哈哈哈哈 我又何不敢 龙傲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黑色巨石边 冷眼看着已经赶过来的五人 没有丝毫的迟疑 一把抓住黑色巨石 直接覆盖了黑光 看到这种情况下 五人彻底惊呆了 因为他们苦苦等待了上百年 好不容易等到机会 如今却要白白便宜龙傲 如何能够甘心 看着龙傲如此抢夺秘境 五人心里也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愤怒 惊喜的是 龙傲既然如此抢夺秘境 那么毫无疑问 龙傲肯定没有吞噬混沌之力 也没有成就星空主宰 否则的话 他根本无需抢夺秘境 只需要击杀五人即可 愤怒的是 龙傲就算没有吞噬混沌之力 要是能够吞噬秘境的话 也同样会成就半步星空主宰 到时候 照样可以分分钟的击杀他们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能让龙傲吞噬秘境之星 炼化秘境成就半步星空主宰 五人没有继续互相厮杀 而是全部朝着龙傲而去 速度非常之快 至于苗铃儿 当然不会让五人赶过去 要是龙傲能够得到秘境的话 那么对于他来说 也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苗铃儿非常清楚 有着五人的干扰 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秘境 苗铃儿的力量始终有限 不可能以一人之力阻拦五人 而周锋五人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疯狂赶过去的同时 五人的力量已经狠狠地压制而去 不过维时晚矣 地上的黑光和黑色巨石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到这种情况 五人简直愤怒到了极点 速度越发地快了起来 本以为龙傲得到秘境之后 就会转身离去 但是结果却让五人大吃一惊 因为龙傲根本没有离开 而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似乎就在等着五人一班 手握混沌府 如今的龙傲 也很想试试自己的混沌酒府 到底有多么强悍的威力 因为经过百余年的时间 他才毫不犹豫修炼成功第一府 至于混沌酒府的第二府 何时能够得到 恐怕就算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 这百年来 龙傲一直在修炼着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对他的天赋很有信心 却这个时候非常的无奈 因为百余年的时间 他的修为 还是没有成功的突破 本来按照正常情况 以他的强悍天赋 想要从星空传奇 突破星空不朽 就算有点难度 也不至于如此 百年有点扯淡 大概数十年 已经绰绰有余 但是结果呢 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直到此刻 修为还是没有成功的突破 也算是无奈到了极点 正是因为如此 就算已经修炼成功 混沌酒府之中的第一府 是否能够抗衡极限 星空不朽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龙傲也想试试 自己现在的实力到底如何 正好拿着五人来试试手 要是被五人知道龙傲的想法 不知道会不会愤怒到死 第2489章赫退 以一敌五 看到龙傲不躲不闪 好像要和自己五人硬碰硬 五人彻底笑了 见过狂妄的 却没有见过如此狂妄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 龙地点 赶快躲闪 看到龙傲成功的躲走秘境 苗玲儿惊喜不已 不过这个时候 当他看到龙傲不躲闪 准备和五人硬碰硬的时候 苗玲儿又再次担心起来 以一敌五 不要说龙傲如今的实力 就算是修为突破极限 星空不朽 似乎也无法做到 龙傲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不通 实在是想不通 不过苗玲儿距离龙傲的位置非常远 正所谓远水解不了尽可 反观龙傲 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 就在五人快要抵达的时候 龙傲手中的混沌斧 顺势就已经踢了出去 只是一辅 龙傲手中的混沌斧 就好像平平无常 根本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五人心里却非常的清楚 龙傲手中的斧头非同小可 能够劈开星空 使得四周出现空间裂缝 想想都知道这件星空神器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五人也不敢有所小事 不过为了秘境 五人也算是拼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力出手对付龙傲 结果呢 还没有等五人反应过来 龙傲手中劈出的混沌九斧之中的第一斧 地狱吞噬 一股恐怖的力量顺势覆盖而去 就好像瞬间来到地狱 非常的凄凉诡异 这是五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星空裂缝 在此修炼之前 龙傲也没有想到 自己修炼成功的混沌九斧 配合掌握星空 威力完全可以翻倍 不仅可以破开星空 压缩星空裂缝 甚至还可以扩大范围 并且力度更是猛烈 五人也没有想到 龙傲的境界虽然没有提升 反而实力却提升得如此之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五人不是傻子 已经猜出 龙傲进入黑色漩涡 就算没有成功的吞噬混沌之力 相信也得到了某种神通 地狱吞噬 四周的星空裂缝 就好像地狱一般 疯狂地开始吞噬五人 要是五人继续硬碰硬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就算五人能够联手抵抗地狱吞噬 恐怕也会受重视 正所谓视食物者为俊杰 五人当然不会继续硬碰硬 立刻退后 退的速度非常之快 连滚带爬 五人就已经脱离地狱吞噬的范围之内 这一刻 五人看着面前的龙傲 一脸的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苗姐姐 你过来 以苗铃儿的速度 已经来到龙傲的身边 冷眼看着对面的五人 身上的杀气犹如食指般 狠狠地朝着五人覆盖而去 杀气没有丝毫地掩饰 龙傲 要是我猜测的没错 百年前 你踏入黑色漩涡 应该是得到了某种神通 可对 关你鸟事 龙傲的狂妄 五人已经见怪不怪 只是愤怒于龙傲独自进入黑色漩涡 要是他们也能够踏入的话 那么说不定就可以吞噬混沌之力 甚至还可以得到这种逆天的神通 虽然五人心里有着一万个不愿意承认 不过还是不得不承认 自己五人的实力 似乎已经无法压制龙傲 单单是刚刚的那一招 要是稍有松懈的话 相信自己五人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难道就这样选择放弃 自己五人留守神秘未念 等了无数年 要是就这样选择放弃的话 实在是不甘心 对于五人心中所想 龙傲又怎么可能猜不到 你们五人是不是不甘心 还没有等五人说话 龙傲则是继续说道 在我还没有反悔之前 你们最好都给我滚 要不然的话 休怪我无情 其实在龙傲心里 根本没有十足的信心 能够击杀五人 要是修为能够突破星空不朽 那么毫无疑问 就算是同时面对五位极限星空不朽 照样有着十足的信心 能够顺利地击杀五人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点特殊 要是独自面对一人的话 龙傲也许还能够一战 并且将其击杀 但是以一笛舞 就算有着苗玲儿相助 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五人的脸色一变再变 最终 五人还是选择离开 龙弟弟 你没事吧 没事 五人虽然暂时选择离开 不过却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要小心为上 苗玲儿当然也猜到 龙弟弟要是有信心 及杀五人的话 相信也不会如此麻烦 说到底 还是龙弟弟没有信心 及杀五人 要真是如此的话 五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龙弟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龙傲笑了笑 说道 苗姐姐 这里是秘境的孕育之地 要是我猜测的没错 这里就算没有混沌之力 相信也是修炼圣地 你我在这里继续修炼百年 听到这里 苗玲儿就算是傻子 也已经知道龙傲的意思 还不等龙傲继续往下说 就已经说到 龙弟弟 此事肯定不行 秘境是你所得 那么就应该由你来吞噬 我不会吞噬 苗玲儿已经猜到 怎么可能就此答应 虽然他和龙弟弟的关系不错 要是换做其他东西的话 也许还可以承受 唯独秘境 实在是不能吞噬 对付苗姐姐的意思 龙傲岂能不知道 不过他已经决定 自己已经吞噬了 五属性混沌石碑 日后肯定能够成就星空主宰 不过要是能够吞噬秘境的话 那么肯定会事半功倍 不过龙傲是一个极其重朋友的人 要是朋友 他可以全心全意对待 要是敌人 那么对不起 你若是敢招惹我的话 我必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笑了笑 龙傲笑着说道 苗姐姐 你要是还将我当做弟弟 那就吞噬秘境 要是你不愿意继续承认我这个弟弟 那么我也不多说什么 对了姐姐 就算你吞噬秘境 日后成就半部星空主宰 完全可以相助我排除万难 你认为呢 苗玲儿还是不愿意 因为秘境的事情是关重大 要是自己真的吞噬秘境的话 那么自己实在有点对不起龙地点 第2490章 九命回圈 生生不息 事情已经如此 苗玲儿也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正如龙傲所说的一般 就算自己吞噬秘境 成就半部星空主宰 完全可以全力相助龙地点 苗姐姐 根据我的判断 你想要彻底融合秘境 炼化秘境之星 最少也需要数百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 苗玲儿已经没有家人 也没有什么朋友 独身一人 要是不说也就算了 现在想想 的确有点茫然 自己接下来该如何打算呢 一看苗玲儿的表情 龙傲就已经知道苗姐姐心中所想 接着说道 苗姐姐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等离开这里只会 救去我的帝国修炼 那里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家人 听到此话 苗玲儿很是感动 对于家没有丝毫的概念 虽然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苗玲儿明显是表示同意 心中顿时一喜 接下来的时间 不管是龙傲还是苗玲儿 都直接破开黑色巨石地底的入口 并生生地砸出一个山洞 并且在山洞内开始修炼起来 山洞左侧 龙傲席地而坐静静地修炼着 不过不管如何努力 还是无法突破最后的瓶颈 想要从星空传奇突破星空不朽 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不知道自己到底还需要等多久的时间 最终的结果 龙傲只能叹息一生 除了选择放弃之外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于自己修炼成功的混沌九斧 龙傲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威力 虽然只是第一斧 就足以让自己可以喝退极限星空不朽 就算龙傲想要修炼混沌九斧之中的第二斧 也根本没有办法修炼 因为脑海之中只有如何修炼第一斧 却没有后面的招数 这也是龙傲最为郁闷的地方 啊 就在龙傲一直精炼第一斧地狱吞噬的时候 情况突变 龙傲突然发现事情有点特殊起来 混沌斧内的混沌印 突然间飘了出来 不偏不倚地飘浮在龙傲的面前 正在练化秘境之心的苗玲儿 突然看到龙傲的情况 很是担心 就在苗玲儿准备要问的时候 龙傲已经摆摆手 意思已经很明确 就算如此 苗玲儿还是不放心龙傲的安慰 没有继续炼化秘境之心 而是死死地盯着 只要龙弟弟稍有差错 那么他立刻出手 漂浮在龙傲面前的混沌印 就这么静静地漂浮着 混沌印是什么意思 龙傲有点萌圈 因为这么久以来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真正掌握混沌印 也不知道这一刻的混沌印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龙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混沌府吞噬的混沌之力 开始涌入混沌印之内 速度由慢变快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到了最后 几乎是达到了一个极限 龙傲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不知道 混沌府和混沌印为何如此 不过直觉告诉他 此时应该对自己有利 而不是什么坏事 就在龙傲震惊的目光之中 混沌印开始慢慢地变形 彻底傻眼了 对于混沌印 一直最为神秘 至于混沌印的威力到底如何 龙傲根本不清楚 只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吞噬混沌之力后 为何好端端地开始变形 一分为九 混沌印开始慢慢地变形 借助混沌之力 以黑点为中心 开始出现九瓣花片 全衣色的黑色 看上去极其的诡异 等到混沌印定型之后 混沌府已经切断 继续输送混沌之力 九色莲花 意味着九命回圈 从而达到回圈不息的状态 就这样 龙傲凭空就已经知道 面前的九色莲花 到底是什么东西 兴奋 激动 难以置信 一脸的惊喜 龙弟弟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没事吧 叫着摇摇头 对于苗林儿 龙傲也没有多隐瞒说什么 说道 苗姐姐 这件星空事情 是我当年无意之中得到 这次突然间吞噬混沌之力 形成了九色莲花 代表着九命回圈 吞噬混沌之力 九色莲花 九命回圈 第一点 苗林儿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对于九色莲花 和九命回圈 却是一无所知 不知道龙傲到底是什么意思 龙弟弟 你的意思 直觉告诉苗林儿 龙弟弟肯定没事 并且还是好事 要不然的话 龙弟弟脸上怎么可能出现如此的惊喜 苗姐姐 我现在还是无法真正掌握混沌印 不对 应该是混沌九色莲花 所以具体的事情还是不太清楚 不过九色莲花给我繁衍出九条性命 也就是说 除非是有人能够同时击碎九色莲花繁衍出的九条性命 否则的话 我就是不死之身 阿 听到龙弟弟的话 苗林儿彻底震惊了 因为她万万没有想到 龙弟弟得到的这件星空神器 居然如此的逆天 还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九条性命 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同时毁灭龙弟弟的九条性命 变幻莫测 毫无疑问 龙傲肯定是不死存在 苗林儿是替龙傲真心高兴 笑着说道 龙弟弟 此时你最好不要泄露出去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尤其是十二位星空主宰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对于苗姐姐的担心 龙傲何尝不知道 此时要是传出去 肯定能够轰动整个浩瀚星空 因为整个浩瀚星空 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混沌九色莲花 这样逆天的星空神器 实在有点惊世骇俗 苗姐姐 你放心 此时不会泄露出去 说着说着 龙傲忍不住大笑起来 因为他实在有点没有想到 混沌硬可以繁衍出混沌九色莲花 九色莲花 繁衍出九条性命 九命回圈 生生不息 没有人能够同时毁灭自己的九条性命 对于这一点 龙傲有着十足的信心 因为九色莲花繁衍出的九条性命 乃是互相变化 一想到自己如今拥有九条性命 那么就算遇到神算子 自己都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情况 就算是星空主宰 都无法做到同时毁灭九色莲花 苗姐姐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彻底融合混沌九色莲花 这样的话 我就是真正的不死 第2491章彻底急了 苗灵儿点点头 立刻进入自己的融合状态 如今的混沌硬 已经形成混沌九色莲色 并且繁衍出九条性命 不过这还不算完 要做到真正的不死 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融合混沌九色莲色 也就是彻底融合九条性命 此事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因为龙傲要一色莲花一色莲花的融合 共需要融合九色才可以成功 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之中 十年时间转眼而逝 整整十年 龙傲只是融合了一色莲花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想要融合所有的九色莲花 岂不是需要整整九十年时间 要真是如此的话 加上之前的百年时光 单单是在这个神秘未念 就足足逗留了一百九十多年 也不知道帝国怎么样了 不过龙傲却没有急着要走 因为他完全可以断言 周锋等人肯定没有离开这里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虽然自己已经真正的修炼 第一府地狱吞噬 毕竟境界的差距太大 这个时候 要是出去以一笛舞的话 那么自己和苗姐姐肯定会亏吃 先融合九色莲花再说 想到这里 龙傲没有起身离开 而是继续融合九色莲花 山谷的另外一处 周锋五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因为五人已经猜到 龙傲这次踏入黑色漩涡 就算没有顺利吞噬混沌之力 也得到了某种逆天神通 单单是之前龙傲动用的神通 就足以说明一切 五人知道 这还是龙傲的境界不高 要是能够从星空传奇突破星空不朽 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 要真的到了时候 试问他们五人之中 还有谁是龙傲的敌手 贪婪 五人恨不得杀了龙傲 夺走龙傲身上的宝物 就算有着龙傲这个敌人 四人还是有意无意和周锋保持着距离 因为周锋始终来自杀戮族 鬼知道周锋背后会不会出手对付他们 杀戮族 在无数年前的确非常强悍 更是惹得四大种族联手才将其压制 这么多年来 虽然四大种族已经停止继续追杀杀戮族 不过就算如此 杀戮族的成员 还是不敢随随便便地出现在浩瀚星空 四人已经决定 这个时候 的确不适合和周锋翻脸 现在不翻脸 不代表日后也不会翻脸 要是能够顺利地击杀龙傲 那么一旦离开这个神秘未面 他们就会联手全力击杀周锋 从而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对于四人的无耻周锋心里也清清楚楚 按兵不动 将计就计 可以这样说 双方都怀鬼胎 都在算计着对方 四位员 现在的情况 相信你们已经看到 我们要还是一片散沙的话 只会给龙傲机会 一旦龙傲顺利地离这里 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浩瀚星空 无边无际 想要在茫茫浩瀚星空之中 找出一个人的踪迹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犹如大海里捞针 对于周锋所说 也是四人最为苦闷的事情 但是和周锋联手 实在是不愿意的事情 刚目笑了笑 说道 周锋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来自杀戮族 要是我们选择和你联手的话 就算我们能够集杀龙傲 日后也很难在星空立足 说得没错 想要集杀龙傲 抢夺宝物神通 我们各凭本事 其他的事还是最好别扯 不管是刚目 还是叶冲的意思 已经很清楚 四人根本不会和周锋联手 周锋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走着瞧 冷眼看着周锋转身离去 四人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从对方眼里 看出深深的无奈 你们看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对于现在的情况 四人很是凝重 因为龙傲已经得到神通 单单是现在 就算是他们四人联手 都未必能够毁灭龙傲 叶冲想了想 说道 如今的情况 对于我们来说很是不利 不过根据我的猜测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龙傲应该还无法做到和我们硬碰硬 要不然的话 以我们之间的恩怨 龙傲怎么可能选择放我们走 之前没有想到 现在听完夜冲的话 其余三人都是脸色一变 要是仔细想想 事情还真是如此 走 想到这里 四人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开始全范围的锁定龙傲的位置 趁着龙傲的修为还没有突破之前 尽快地锁定将其击杀 要是等到龙傲的修为从星空传奇突破星空不朽 那么一切都晚了 四人彻底急了 看着四人渐渐离开的身影 周锋的嘴角慢慢勾起冷笑 冷冷地自语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我倒要看看 谁能够笑到最后 说着 周锋同样朝着四人离开的方向而去 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就算打死五人 相信五人都不会想到 龙傲和苗玲儿都在黑色巨石地底修炼 至于龙傲两人离开 五人却是有着十足的信心 他们的气息已经覆盖山谷入口处 只要两人离开 那么他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感应得到 这一点 五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转眼间 六十年已经悄然而逝 龙傲和苗玲儿依然在黑色巨石地底修炼 至于五人 当然想到过这个地方 不过龙傲坐得够隐蔽 直到此刻 五人还是没有能够锁定两人的位置 整整找了六十年的时间 还是一无所获 要说不郁闷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直到此刻 五人还是不知道 龙傲和苗玲儿到底去了哪里 山谷就这么大 除非是两人再次地踏入黑色漩涡 否则的话 不可能逃过他们的气息覆盖 而且还是整整六十年时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龙傲两人到底还在不在山谷之内 不知道 五人一切都不知道 不过想来想去 五人最终还是锁定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龙傲和苗玲儿很有可能已经踏入黑色漩涡 越想越是愤怒 越想越是无奈 要真是如此的话 他们只能继续等着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的办法 第2492章血脉融合 两个可能 龙傲两人要不就是已经踏入黑色漩涡 要不就是已经离开山谷 五人还是断言 龙傲两人并未离开山谷 只是进入了黑色漩涡 毫无办法 只能等 五人全力释放出各自的气息 覆盖着整个山谷 只要龙傲两人出现 那么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感应到龙傲两人的气息 再过三十年 已经整整九十年 黑色巨石地底 经过九十年的修炼 龙傲已经成功地融合八色莲花 只剩下最后的一色莲花 最后一色莲花 已经融合了百分之八十 不过剩下的百分之二十 融合起来的难度确实非常之大 已经整整九十年 难道还需要多等十年 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龙傲也有点着急起来 因为他心里非常的清楚 自己是否能够融合最后的百分之二十 不是看时间 而是看运气 已经数年时间 总是感觉差了点什么 到底是差啥呢 龙傲面前漂浮着一朵九色莲花 散发着诡异奇特的力量 至于是否存在着混沌之力 还是一个未知数 最后一色莲花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莲花 根本无法融合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想不通 龙弟弟 怎么回事 对于苗麟儿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自己融合九色莲花的事情 大概的讲了一遍 听完之后 苗麟儿的莲花也很是凝重 说道 龙弟弟 你之前是用元神融合的九色莲花 正是 九色莲花繁衍出九条性命 必须以元神之力融合九色莲花 才可以真正的融合九条性命 从而真正达到不死之身 龙弟弟 你是否想过 九色莲花你全部用元神之力融合 剩下的最后莲花 你用其他力量莲花 这是什么意思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苗姐姐话中的意思 点点头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准备用其他的力量融合 剩下的最后莲花 除了元神之力 还能够用什么力量融合 龙傲将体内所有的力量 全部用了一个遍 但是毫无例外 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融合剩下的莲花 龙弟弟 还是不行吗 点点头 龙傲很是无奈地说道 无一例外 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融合剩下的莲花 这下搞得苗林儿都有点萌圈了 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力量都无法融合莲花 苗林儿和龙傲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深深的无奈 就在这个时候 龙弟弟 根据你所说 九色莲花繁衍出九条性命 而八色莲花已经被你全部融合 剩下的最后一色莲花 就算你已经融合了80% 其实也不算真正融合 没错 严格说起来 自己只是融合了八色莲花 剩下的最后一色莲花 根本没有融合成功 只是为什么能够融合80%的最后一色莲花 根本没有多大的用处 要是这样的话 我有个猜测 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 苗姐姐请说 事情已经如此 不管是什么办法都要试试 龙弟弟 你试试血脉融合 血脉融合 虽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不过龙傲还是准备试试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苗姐姐想出的办法 龙傲体内的血脉开始翻滚起来 直接覆盖九色莲花 尤其是最后的一色莲花 就在龙傲准备放弃的时候 情况突变 本来没有丝毫希望的血脉融合 立刻开始了全新的变化 血脉覆盖最后的一色莲花之后 开始疯狂地吞噬起来 并且快速地融合 心中大喜 鸟姐姐 果然有效 那我立刻开始融合最后一色莲花 好 龙傲没有丝毫的迟疑 立刻全新的血脉融合起来 按照这种融合速度 最多不超过十年时间 相信就可以融合成功 十年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随着一阵阵狂笑发出 龙傲猛然站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 苗灵儿就已经猜到了什么 同样脸上血满了惊喜 足足笑了数分钟 龙傲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说道 苗姐姐 这次真的太感谢了 要是没有你 我根本不会用血脉融合九色莲花 这样以来 我彻底融合了九色莲花 不死之身 原神融合八色莲花 血脉融合一色莲花 真正融合之后 九色莲花还是做到了真正的融合 并且龙傲已经知道 为什么最后一色莲花 需要血脉融合 单单是原神融合莲花 根本无法做到真正的不死 只有血脉和原神同时融合莲花才可以 还没有等苗铃儿说话 龙傲则是继续问道 苗姐姐 你炼化秘境之心怎么样了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自从苗姐姐得到秘境之后 已经过去整整百年时间 要是运气好的话 那么说不定苗姐姐已经真正的炼化秘境之心 成就半步星空主宰 不过苗铃儿却是无奈地摇摇头 说道 龙弟弟 你有所不知 秘境之心炼化起来无比的困难 百年时间 我只是炼化十分之一不到 要是按照这种速度 最次也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上千年 对于星空修炼者来说 的确不算太久的时间 不过如今的情况却很是危机 因为苗姐姐的修为 要是能够达到半步星空主宰 那么对于自己的帝国来说 相助实在太大了 完全可以威慑其他的帝国 不过这种事情 即肯定是没有用的 幸亏苗姐姐可以炼化秘境之心 虽然时间稍微拉得长点 不过始终有所叛头 苗姐姐 不如我们先离开这里 等返回帝国之后 我给你找个僻境之地 你全身心的修炼 如何 对于龙傲的意思 苗铃儿岂能不知道 没有丝毫的问题 苗铃儿笑着说道 没问题 不过龙弟弟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五人肯定还是守在外面 要是我们出现的话 毫无疑问 我们肯定会被立刻锁定 到时候 你我都无法顺利离开这里 第2493章应场 龙傲当然知道苗姐姐所担心的事情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周峰五人肯定还守在外面 要是自己两人猫猫出去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肯定会被五人瞬间锁定 现在的情况 要是选择硬碰硬的话 对自己两人很是不利 到底该怎么办呢 苗姐姐 不如我们应闯 事情已经如此 苗铃儿非常清楚 除了硬闯之外 似乎没有其他好办法 没问题 龙傲和苗铃儿稍微放松 立刻离开山洞 朝着入口楚而去 出现了 正在继续锁定两人的周峰五人 猛然间锁定两人朝着入口楚而去 五人脸色都是一变 更多的还是惊喜不已 绝对不能让龙傲离开山谷 五人以最快的速度追杀而去 不过如今的龙傲和苗铃儿 速度以及飙升到了极限 短短的数秒钟时间 两人就已经离开山谷 卫面 五人的脸色几乎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卫面虽然不大 但是两人要是离开这个卫面 那么想要在茫茫浩瀚星空之中 找出两人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难道你们四人还不准备和我联手吗 要是换做平常时刻 四人肯定不会和周峰选择联手 不管怎么说 周峰的身份摆在那里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万般无奈之下 周峰只能点点头 表示赞同 就这样 五人为了同一个目标 从而选择联手 全部朝着入口处而去 但是到底该如何离开这个卫面 却还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之前他们踏入这个卫面 都是因为力量覆盖 想要离开 单单是靠运气 万万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龙弟弟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苗铃儿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她已经释放出自己的原神 覆盖了整个卫面 却没有感应出卫面的入口处 这样的话 他们两人根本无法离开这个卫面 耽误的时间越久 对自己两人越是不利 不管怎么说 追杀而来的周峰五人 肯定会紧追不舍 苗姐姐 我有办法离开这里 听到龙奥的话 苗铃儿心中顿时一喜 没有丝毫的迟疑 龙奥立刻运转体内的九转混沌绝 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覆盖全身上下 不意会的时间 就已经锁定离开卫面的入口 跟我走 自从混沌符合混沌硬吞噬 混沌之力后 龙奥运转九转混沌绝 并没有继续出现头疼欲裂的感觉 按照现在的情况 也只有运转九转混沌绝 才能够锁定出口 果不其然 两人的速度非常之快 因为两人心里都非常清楚 要是能够顺利地离开这个卫面 那么一切都好办多了 五人虽然可以锁定两人 不过一旦锁定并且追杀而去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离开卫面 两人没有继续逗留在神秘卫面 前后不到数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顺顺利利地踏入浩瀚星空 卫面入口处 五人看着茫茫浩瀚星空 脸色很是难看 因为如今的龙奥和苗玲儿已经顺利离开 这种情况下 想要在茫茫浩瀚星空找到两人的踪迹 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次位 我们不如一起联手 还没有等周锋说完 刚目就已经摇摇头 说到 周锋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和我们之间不是一路人 告辞 在卫面之内 四人当然可以不惧 但是如今已经踏入浩瀚星空 要是继续和周锋联手的话 一旦此事被其他人知道 那么事情就真的麻烦大了 看着四人渐渐离开的身影 周锋没有丝毫的愤怒 冷笑着转身离去 三位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刚目四人也算是无奈到了极点 龙奥要是和极限星空不朽 那么找出来还容易 要是龙奥默默无名 那么想要找出太难了 因为浩瀚星空根本无人知道龙奥的底细 叶冲想了想 说道 这样吧 我们四人先打听一下龙奥的底细 以此人的天赋和神通 应该不是默默无名之辈 事情如此 也只能这样办 神秘未面除了极限星空不朽不在之外 剩下的人依然没有离开 毕竟没有人知道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龙奥却而复返 因为神秘未面之内 还有着他的朋友 游龙 龙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游龙 龙奥也没有多少隐瞒 将之前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 不过混沌府吞噬混沌之力的事情 却是只字未提 毕竟此事实关重大 万一泄露出去 就算不忌惮其他人 神算子也不好说 神算子可以为了混沌之力做任何事情 听完之后 游龙没有丝毫的怀疑 很是无奈地说道 龙兄 恕我直言 你既然已经得到秘境 何必便宜了苗玲儿 正所谓之人之面不知心 万一以后苗玲儿有什么其他心思 你岂不是得不偿失 对于游龙的意思 龙奥岂能不知道 笑了笑 龙奥笑着说道 我相信苗姐姐 游龙心里很是想不明白 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做 因为按照正常情况 既然龙奥得到秘境 那么就应该自己吞噬 何必送给其他人 想不通 实在是想不通 不过龙奥已经如此说了 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 龙奥也没有说什么 不依会的时间 三人就已经会面 苗玲儿和游龙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两人当然没有丝毫的陌生 因为龙奥的关系 两人也不可能继续使敌人 并且成为了朋友 两位 我们现在返回我的帝国 不知道两位意下如何 龙弟弟 我没有问题 龙奥当然知道苗姐姐没有问题 他主要是问问游龙的意思 因为他很清楚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想要相助游龙对付游不败 夺回巅峰龙族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现在的情况 当然是从长计议 他也是担心游龙鲁莽 不管怎么说 等了这么多年的游龙 却没有成功的吞噬秘境 无法成就半部星空主宰的话 游龙肯定会万念俱灰 要是做出什么傻事的话 也不是自己愿意看到的 第2494章 你懂得 对于龙奥的意思 游龙岂能不知道 很是感动 想了想 游龙说道 龙兄弟 我暂时也没有去处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 我就跟着你一起返回你的帝国 如何 好 对于游龙的身份 除了龙奥之道外 其余人根本不知道 包括苗灵儿在内 神秘未念距离龙藤未念很远 不过以三人的速度 最多数个时辰就可以抵达 刚刚抵达帝国 龙奥亲自给两人各自安排了一处僻境 环境很是优雅的境地 除了他自己之外 其余的人 无论是谁都不得踏入半步 龙奥的顺利返回 使得众人总算是松了口气 虽然每次龙奥离开 都能够顺利回来 不过众人还是担心无比 因为谁也不知道 何时就会出现意外 游龙不知道龙藤帝国的情况 不代表苗灵儿不知道 如今的龙藤帝国 恐怕是浩瀚星空之中 最为强悍的一股力量 整整十二面混沌石碑 已经被龙奥全部得到 要是给龙藤帝国足够涨的时间 那么毫无疑问 龙藤就会出现整整十二位星空主宰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什么 不仅如此 龙奥本身也吞噬了一面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龙藤帝国日后就会出现整整十三位星空主宰 太可怕了 就算浩瀚星空的十二位元星空主宰全部聚集在一起 日后都不是龙藤帝国的敌手 不过没有龙奥的意思 苗灵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苗灵儿 你知道龙兄弟找我们来所谓何事 苗灵儿摇摇头 意思已经很清楚 还没有等两人继续说话 龙奥已经走了进来 不过不是龙奥一人 身边还跟着两人 不是别人 正是子灵和龙强 龙弟弟 你找我们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如今的龙藤帝国 本来有着三位星空主宰 只不过不灭霸体星空主宰 也就是所谓的玄童已经离开 也就是说 如今的龙藤帝国 只剩下龙强和子灵两人 苗姐姐 游龙兄 我来给你们介绍 这是子灵星空主宰 这是我的兄弟龙强 已经吞噬五行混沌石碑 日后可以成为五行星空主宰 啊这是什么意思 看着龙奥身边的两人 不管是苗铃儿还是游龙 都彻底惊呆了 因为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的龙藤帝国之内 居然有着两位星空主宰 虽然龙强只是刚刚吞噬五行混沌石碑 那么日后百分之百肯定能够成就五行星空主宰 两人立刻恭恭敬敬地行礼 说道 拜见子灵大人 龙强大人 星空主宰之下 皆为蝼蚁 龙奥也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他和两人的关系不错 不过该有的礼仪还是必须要有 毕竟龙强和子灵的身份摆在那里 子灵和龙强都是淡漠的点点头 尤其是子灵 非常的冷漠 说道 龙奥 我还有事 先离开了 还没有等龙奥说话 子灵已经转身离开 大哥 我 去吧 随着两位星空主宰的离开 苗铃儿和尤龙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们纵横浩瀚星空这么多年 还从未见过任何一位星空主宰 对于浩瀚星空的十二位星空主宰 也只是听说而已 龙弟弟 你可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 惊喜 苗铃儿很是想不通 龙奥突然间找来两位星空主宰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是示威 因为他们和龙奥的关系摆在那里 至于尤龙 则是没有管龙奥的意思 立刻说道 龙兄弟 我想求你一件事 对于尤龙的意思 龙奥知道得清清楚楚 无奈地笑了笑 龙奥说道 尤龙兄 龙强虽然是我的兄弟 不过他还没有真正的吞噬混沌石碑 所以战时龙强无法相助你 对于这一点 尤龙当然知道 要是混沌石碑那么随随便便可以炼化的话 毫无疑问 如今的龙腾帝国 就是浩瀚星空的最强实力 至于子灵 因为当年的种种原因 所以 你懂得 尤龙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对方的意思 就算龙腾帝国有着两位星空主宰 却无法相助他 心里有点失落 因为尤龙知道 要是两位星空主宰真的能够相助自己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巅峰龙族根本无人能够阻挡星空主宰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尤龙兄 我之所以带着子灵和龙强前来 就是想要告诉你 就算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搞定巅峰龙族 不代表以后不能 还没有等尤龙说话 龙奥则是继续说道 尤龙兄 你已经等了那么多年 也没有必须继续计较多等一些时日 并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等我的修为突破星空不朽之后 我就可以相助你夺回巅峰龙族 对于这一点 龙奥还是很有信心的 要是自己的修为突破星空不朽 那么借助混沌府和混沌九府的威力 完全可以急杀极限星空不朽 只是对于自己的修为突破 龙奥非常的无奈 原本以为 自己的修为从星空传奇突破星空不朽 根本花费不了多久的时间 结果却是 这都两百多年了 自己的修为还是没有顺利突破 根本不太现实的问题 龙兄弟 多谢你的好意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尤龙要是还不知道龙奥的意思 那么就真的是傻子了 真的很是感动 因为他以前也有过朋友 不过每次遇到巅峰龙族的威慑 不是袖手狂观 就是选择背叛 从而有过一人 像龙奥这般对待自己 有这样的朋友 此生足矣 龙奥也没有继续劝下去 因为他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这些 剩下的事情 就算是他也已经无能为力 只是希望由龙不要鲁莽行事 等到自己的修为突破星空不朽 或者等到子灵和龙强成就星空主宰 那么到时候 就是抢博巅峰龙族的时刻 等到由龙离开 苗铃儿突然笑着说道 龙弟弟 你这种人 要是放在浩瀚星空 恐怕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亏了 第2495章主动出手 龙奥同样笑了笑 对待敌人 龙奥从不手下留情 要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 绝对不放走一人 但是对待朋友 龙奥一直都很用心 要不然的话 秘境就不是苗铃儿吞噬 而是他自己吞噬了 难道龙奥没有私心 要是其他东西也就算了 唯独秘境 确实非同一般 因为龙奥要是顺利吞噬秘境 那么毫无疑问的事情 肯定能够成就半部星空主宰 这意味着什么 龙奥之所以选择放弃吞噬秘境 第一 他是想要成全苗铃儿 毕竟苗铃儿等了这么多年 要是尤龙跟着自己一起前往 说不定秘境就会给尤龙 第二 他自己已经吞噬了 无属性混沌石碑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日后应该能够成就星空主宰 既然如何 何必浪费秘境 正是如此 想来想去 龙奥最终还是选择将秘境 让给苗铃儿 苗姐姐 我想请你帮个忙 跟我何必多客气 有什么事尽管说 只要姐姐能够做到的事情 绝对不推辞 龙奥笑了笑 不过随之您种地说道 不管是子灵还是龙强 或者是其他人 想要彻底练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情 苗铃儿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 原本以为 以我的天赋 想要从星空传奇突破星空不朽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结果 却让我没有想到 整整二百多年 我的修为依然没有突破 对于这一点 苗铃儿也是好奇不已 龙地点 修炼本身就是逆天而为 尤其是一些天纵奇才 很有可能因为某种境界 从而停止不前 就例如我 我的修为当初突破星空不朽 突破极限星空不朽 也足足用了数千万年 喝了一跳 龙奥当然知道 苗姐姐肯定不会忽悠自己 要是如此的话 那么自己何时能够突破星空不朽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龙奥也已经知道 自己是否能够突破极限星空不朽 就要看运气了 就算着急也没有多少的办法 苗姐姐 要是我的修为 也无法突破极限星空不朽 那么到时候请苗姐姐 相助游龙兄 夺回巅峰龙族 巅峰龙族 直到此刻 苗铃儿还不知道 游龙的真正身份 这么多年来 他们虽然和游龙 有过无数次的交道 却从未想过 游龙会来自六大种族之一的 巅峰龙族 叫了笑 事情已经如此 龙奥也没有丝毫地隐瞒 将游龙的身份 大概地讲了一遍 啊 听完龙奥的话 苗铃儿彻底惊呆了 她当然知道 巅峰龙族的龙皇身份意味着什么 从头到尾 苗铃儿都万万没有想到 和自己打了无数年交道的游龙 居然会是所谓的巅峰龙族龙皇 难以置信 龙弟弟 我答应你 不管和游龙的关系如何 单单是因为龙奥的关系 苗铃儿就不可能不答应 苗姐姐 从现在 你就全力融合秘境之心 好 整整两百年没有返回帝国 这次回来 龙奥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和家人好好地待了一段时间 至于儿子的事情 则是没有放在心上 转眼间 龙奥自从返回帝国 不知不觉之中 已经过去了整整数十年时间 修为还是没有顺利地突破 搞得龙奥郁闷不已 这段时间 整个浩瀚星空都在寻找龙奥的踪迹 九大星空帝国 周峰等人 不过龙奥和帝国所处的位置实在太隐秘了 除非是运气不好 要不然的话 根本无人能够找到龙奥和龙腾帝国 不过龙奥也没有继续逗留 因为他很清楚 该解决的事情 始终要解决 首先就是九大星空帝国 就算自己不去找他们 恐怕白晶等人也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既然如此的话 还不如主动出手 这么多年 龙奥一直希望主动 而不喜欢被动 离开帝国 龙奥朝着第一星空帝国而去 首要目标 便是第一星空帝国 如今的第一星空帝国 共有一位半部星空主宰 四位极限星空不朽 这样的实力 足以问鼎整个浩瀚星空 单单以自己的力量 想要正面撼动第一星空帝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龙奥已经想到办法 不能正面 那么就背面撼动 以自己的实力 外加镇法相助 只要不遇到五人的话 那么第一星空帝国之内 就无人是自己的敌手 第一地面 整整两百多年的时间 龙奥了吴英讯 白京等人也是愤怒不已 因为浩瀚星空实在太大了 就算是以第一星空帝国的力量 也无法短时间内找到龙奥的踪迹 至于放弃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管是忌惮龙奥的天赋 还是龙奥的身上的宝物神通 都不可能轻易选择放弃 要不然的话 都过了这么多年 第一星空帝国还是不愿意选择放弃的真正原因 老祖宗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白话很是着急 因为耽误的时间越久 龙奥就越有可能崛起 要是等到龙奥真的成就极限星空不朽的那一刻 那么星空就麻烦大了 毕竟老祖宗不可能随时随刻地守着每一个人 两百年 对于其他的星空修炼者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龙奥来说 却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龙奥的天赋摆在那里 对于白话的担心 白晶岂能不知道 脸色很是凝重地说道 前段时间 星空突然出现几位极限星空不朽 也在寻找着龙奥的踪迹 看来龙奥并没有躲起来 白话 你们四人不要有丝毫的松懈 继续给我找 无论如何 都要给我找出龙奥 书书简单 真正做起来 确实非常的困难 因为要是龙奥真的躲起来 他们到哪里去找 大海里捞针 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老祖宗 陛下 属下有事禀报 讲 众人心里很是好奇 因为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 根本无人敢进来打扰他们 这样以来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第2496张水晶棺材 我们有十位长老陨落 什么 听到属下的禀报 在场的五人都彻底惊呆了 十位长老意味着 帝国有着整整十位星空传奇和不朽陨落 就算对于帝国来说 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金和白话的脸色简直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属下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时候 白话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刻说到 老祖宗 此事很有可能是龙奥所为 原因 白金的声音极其的阴沉 因为他有点不太相信此事是龙奥所为 整个浩瀚星空都知道 第一星空帝国和龙奥之间的恩怨 第一星空帝国也找这么多年 龙奥要是现在出现 岂不是自投罗啊 更何况 要是龙奥真的有实力对付帝国 那么为何不敢正面出手 却要搞背地里偷袭 说到底 还是龙奥的实力不够 正常情况肯定如此 白话想了想 还是说到 老祖宗 除了龙奥之外 我实在想不出 星空之中 还有何人敢出手对付我们 恐怕就算是其他八位半部 星空主宰都不敢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要是如此的话 那么此事肯定就是龙奥所为 就这样损失十位长老 白金如何甘心 冷冷地说道 龙奥 天堂有门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既然如此 那你就不要离开了 接下来 古人商量如何对付龙奥 因为正面出手 他们根本留不住龙奥 因为前击之剑依然历历在目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 正如白话所猜测的一般 急杀第一星空帝国十位长老的人 正是龙奥所为 如今的龙奥 修为虽然还没有突破星空不朽 不过本身的实力已经足以毁灭星空不朽 还是那句话 只要不和五人正面抗衡 那么整个第一星空帝国 就没有人是龙奥的敌手 就在龙奥和第一星空帝国互相战斗的时候 浩瀚星空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具巨大的水晶棺材 横跨星空 突然出现在茫茫星空之中 什么来历 无人知道水晶棺材内到底是什么 同样无人知道水晶棺材 凭空出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数人朝着水晶棺材出现的方向而去 包括九大星空帝国 同样也包括白话和白金等人 因为每个人都很是好奇 龙奥也不例外 浩瀚星空 无边无际 水晶棺材出现的位置 刚刚好是九大星空的交界处 不属于任何一个星空帝国 四周无数的未面环绕 正中间漂浮着一具巨大的水晶棺材 四周无数人看着 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一步 因为水晶棺材内释放出的气息很是诡异 有人曾经试探着上前 却被这股诡异气息侵蚀 最终活活的自杀 很是触目惊心 当龙奥赶到的时候 四周已经围观了无数人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很是壮观 所有人都已经猜到 凭空出现的这具水晶棺材 很有可能蕴藏着什么宝物 就算是低等级的星空修炼者 没有实力抢博宝物 最起码有参观的资格 巨大的水晶棺材 看上去很是壮观 通体透明白色 水晶棺材的四周 刻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图案 四周无数人根本看不懂 你们快看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前部出现了 龙奥也看到了 九大星空帝国各自霸占着一处 除了第一星空帝国的白晶 还有第三星空帝国的公孙赫之外 其余的七大星空帝国的老祖宗 也都已经全部出现 很是震惊 整个浩瀚星空 除了十二位星空主宰之外 便是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分别是第一星空帝国的白晶 第二星空帝国的诸葛明 第三星空帝国的公孙赫 第四星空帝国的夏丰 第五星空帝国的周伯来 第六星空帝国的吕木 第七星空帝国的空少 第八星空帝国的方布平和 第九星空帝国的维布晶 这么多年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一直消失无宗 根本无人知道九人的下落 但是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好端端的 九人会同时出现 本来还有星空帝国可以威胁到九大星空帝国的地位 不过随着九位半部星空主宰的加入 九大星空帝国的地位再次稳固下来 除非是自杀 或者是脑子进水 要不然的话 根本无人敢招惹九大星空帝国 不管怎么说 九大半部星空主宰的实力摆在那里 可不是乱概的 龙傲倒不是很在乎 反正一位半部星空主宰和九位半部星空主宰的概念都一样 只要不来招惹自己 那么自己也不会闲着蛋疼去招惹其他半部星空主宰 老祖宗水晶棺材真的有重宝 没有人能够感应到水晶棺材内到底是什么 因为水晶棺材内释放出的诡异气息 无论是谁都不敢靠近 白金一脸的惊喜 说道根据我的感应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水晶棺材内释放出的气息 应该是混沌气息 别人无法感应 不代表白金感应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 白金始终有着秘境 秘境虽然没有混沌之力 不过确实被混沌实力炼制过 还炼制出秘境之星 当然可以感应出水晶棺材内 释放出的诡异气息 就是混沌气息 这意味着什么 岂不是说 水晶棺材内有着混沌之力 不仅白金知道此事 其余的八位半部星空主宰同样知道 而其他的人 就算不知道混沌气息的事情 也已经确定 水晶棺材内 肯定有着重宝 要不然的话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也不会前来这里 众人都是众目睽睽地死死地盯着 这东西除了看实力外 还要看运气 运气不好的话 九位星空主宰也无法得到水晶棺材内的宝物 要是运气好的话 相信就算是一级星空修炼者 也能够得到水晶棺材内的重宝 就在所有人想着 看看如何夺得水晶棺内宝物的时候 情况突变 十道气息突然降临 非常恐怖 四周的所有人全部震惊地看着 一步步后退 第2497章 骂爹 星空主宰 随着白金口中的星空主宰四个字出现 所有人都彻底惊呆了 四周无数人之中 真正见过十二位星空主宰的 恐怕不会超过十人 十位星空主宰 浩瀚星空 共有十二位星空主宰 拜见十位星空主宰 所有人都恭恭敬敬地行礼 因为浩瀚星空 十二位星空主宰就是无敌的存在 这一点毫无疑问 十人连点头都没有 因为星空主宰之下 皆为蝼蚁 十位星空主宰 分别是毁灭星空主宰血魔 轮回星空主宰龙灭 杀戮星空主宰落幕 雷电星空主宰落幕 时间星空主宰龙明 空间星空主宰天道 吞噬星空主宰一枝霉 不灭霸体星空主宰玄铜 黑暗星空主宰夜独孤 和神算星空主宰神算子 混沌之力 居然是混沌之力 所有人之中 唯独十二位星空主宰 和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能够感应出水晶棺材的混沌气息 至于其他人 根本无法做到 十人都惊喜到了极点 修为达到星空主宰这个级别 浩瀚星空已经没有东西 可以吸引十人 唯独混沌之力 明明知道混沌石碑内 有着混沌之力存在 十人却是束手无策 因为这么多年 十人想尽一切办法 都无法获得混沌石碑内的 混沌之力 你们八人听着 要是水晶棺材内 真的存在着混沌之力 你们不要抢 到时候我会公平分 给你们每一个人 草 听到神算子的话 八人心中都是愤怒不已 大骂神算子不是东西 要是换作以前 八人肯定不要神算子 毕竟他们都是星空主宰 在没有掌握混沌之力前 混沌石碑的等级 没有多大的意思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八人都没有真正炼化 混沌石碑 在没有成就星空主宰之前 不要说一人 就算十八人联手 都不是神算子的敌手 至于叶独孤 当然希望父亲分配混沌之力 这样的话 他肯定能够得到 更多的混沌之力 敢怒不敢言 神算子心中冷笑一声 要真的获得混沌之力 他肯定不会分配给任何人 除了自己的儿子外 识人同样没有貌貌然 靠近水晶棺材 别人也许不知道 混沌之力意味着什么 不代表识人不知道 就算他们有着混沌石碑 相信照样会被混沌之力灭杀 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 对于十位星空主宰 四周所有人都非常忌惮 很是无奈 既然有着星空主宰坐镇 还有其他人什么事情 不要说普通星空修炼者 就算是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恐怕都不敢随随便便的插手 因为就算是半部星空主宰 都不会被星空主宰放在眼里 龙奥乔装打扮卫装在人群之中 只要不主动出手 相信根本无人能够认认出他来 对于水晶棺材 龙奥也是惊讶无比 凭空出现 根本无人知道水晶棺材 从哪里出现的 龙奥也可以断言 水晶棺材内 肯定存在着混沌之力 要不然的话 不可能释放出混沌气息 离开 就算这里汇集了十位星空主宰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龙奥还是不愿意选择放弃 因为直觉告诉他 水晶棺材内的东西肯定很重要 要是自己能够得到的话 相信对自己还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想要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有点动作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终 池卫星空主宰 还是没有继续等下去 因为拖延的时间越久 对于他们来说越是不利 速战速决 混沌之力 势在必得 池卫星空主宰 立刻释放出混沌石碑 希望能够靠着混沌石碑 从而掌握水晶棺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结果呢 池卫星空主宰 不管是谁 哪怕是神算子 混沌石碑根本无法靠近水晶棺材 一旦靠近 就会被混沌之力反噬 池卫星空主宰算是郁闷到了极点 不过此事很是正常 要是混沌之力如此容易搞定的话 那么就不是混沌之力了 池人也没有驱散四周的任何人 包括九位半部星空主宰在内 说到底 池人根本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随着池卫星空主宰的降临 四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渐渐离去 因为这里有着池卫星空主宰坐镇 几乎已经没有其他人任何事情了 绝对诱惑之下 还是有不怕死的 最起码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没有选择离开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 只要运气好 能够获得混沌之力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超越星空主宰 到时候 浩瀚星空唯我独尊都不是什么难事 正中间巨大的水晶棺材 静静地漂浮着 从水晶棺材内不管释放出混沌气息 无论是一级星空修炼者还是星空主宰 都不敢贸贸然靠近 直到此刻 还是没有人能够感应出水晶棺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常言道 最神秘的东西也是最可怕的东西 无论是谁 都无法感应出水晶棺材内 到底有什么存在 至于龙傲 也是非常的苦恼 因为他不出手 肯定没有人能够认得出他 一旦他强行试探水晶棺材 那么事情就变得麻烦大了 先不说其他人 单单是十位星空主宰 相信就能够轻易锁定自己的位置 难道这样坐以待毙 要是这样的话 还不如选择放弃从而离开 既然选择留下 那么就要想想办法 看看如何试探水晶棺材 龙傲不敢确定 十位星空主宰 是否能够感应出水晶棺材内的混沌之力 在他心里 肯定不愿意让十人吞噬混沌之力 一旦成功 自己将会变得很是被动 就算日后自己帝国的十二人全部成就星空主宰 恐怕也无法抗衡神算子等人 混沌石碑的等级根本无用 因为混沌石碑的等级 只需要混沌之力的融合才能够展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神算子这么多年来 一直想要获得混沌之力的真正原因 要不然的话 其他的星空主宰想要重新获得炼化 混沌石碑的机会几乎没有 第2498章出手 渐渐地 龙傲也开始着急起来 因为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敢鲁莽行事 到底该怎么办呢 此事很是棘手 进不能进 退不能退 可以说是进退两难 数十天 转眼而是 数十天内 所有人都试着靠近水晶棺材 而十位星空主宰也没有出手阻止 毫无疑问 十位星空主宰有着十足的信心 他们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其他人同样无法做到 随着事情变得越来越如此 四周的人也开始走得越来越多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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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时候 巨大的水晶棺材开始强烈地战动起来 四周的所有人再次蠢蠢欲动起来 水晶棺材很是诡异 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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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棺材的棺材盖 狠狠地响动起来 一声接着一声 声声不断 犹如打雷一般 爹 这是怎么回事 叶独孤彻底震惊了 虽然他还没有真正的恋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不过也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水晶棺材内的气息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陈蒜子的脸色也是非常的凝重 因为就算是他都不知道 水晶棺材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丝毫的迟疑 神算子立刻开始掐算起来 算来算去 就算借助神算混沌石碑 也无法推算出水晶棺材的事情 看到父亲不说话 叶独孤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水晶棺材到底是怎么回事 居然连父亲都无法推算出来 轰的一声俱响 水晶棺材上的棺材盖 猛的一声 棺材盖慢慢地起来漂浮棺材一边 啊 看着水晶棺材内漂浮出的身影 所有人包括十位原星空主宰全部震惊了 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水晶棺材内居然有人存在 有人 居然有人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震惊地看着面前的水晶棺材 尤其是水晶棺材上漂浮的人影 有控制不住诱惑的人 立刻疯狂地冲了上去 水晶棺材上 漂浮的人因明显是一个少女 一身白衣飘飘 乌黑的长发肆意狂舞 一眼看去很是诡异 十位星空主宰还是没有阻止 啊 啊 啊 随着惨叫声此起彼伏的响起 飞奔而去的众人 直接被混沌气息笼罩 还没有等众人反应过来 所有人都已经化为乌有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太猛了 所有人再次后退束步 因为刚刚水晶棺材爆发出的恐怖力量 实在太可怕了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十位星空主宰 都不敢随随便便的上去 白衣少女静静地漂浮在水晶棺材上 虽然诡异 更多的还是安静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独孤等等出手 要是有人敢抢复的话 杀无射 神算子故意如此 就是说给其他星空主宰和半部星空主宰听的 所有人肯定害怕神算子 以神算子的实力 一旦大开杀戒的话 那么无人能够阻导 难道就要拱手让人 很是无奈 每个人都已经猜到 水晶棺材内漂浮的白衣少女肯定不简单 甚至可以借助白衣少女获得混沌之力 从而凌驾于星空主宰之上 出手 神算子终于等待不及 立刻朝着水晶棺材而去 速度非常之快 除了神算子外 其他人根本动也不敢动 因为刚刚神算子已经说了 要是有人敢动的话 那么恐怕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直接被神算子秒杀 就算得到混沌之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以神算子的强悍实力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久未半部星空主宰 恐怕都抵挡不住神算子的秒杀 这就是神算子的强悍 只是让其他人感到好奇的是 为什么其他星空主宰 不敢出手对付神算子 难道真的犹如之前的传言 除了神算子和子灵之外 其余的星空主宰 正在重新练化混沌石碑 还没有真正的重新成为 所谓的星空主宰 其他人肯定没有多少的意思 因为就算星空主宰 还没有重新练制混沌石碑 不过要是运气不好 他们要是出手抢搏的话 肯定会得不偿失 到时候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至于久未半部星空主宰 甚至包括极限星空不朽和星空不朽 却有点蠢蠢欲动起来 有着神算子的威慑 他们不敢贸贸然出手 却不代表不敢对付其他的星空主宰 因为久未半部星空等人心里非常清楚 要是自己能够冒险即杀星空主宰 抢搏混沌石碑的话 那么自己等人就有希望成就星空主宰 其他八位星空主宰 看着四周 很多人看着自己等人的目光变得炽热起来 八人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八人却没有丝毫的担心 只要他们想要离开 那么除了神算子之外 似乎整个浩瀚星空 还无人能够杀得了他们 退一万步讲 就算是神算子 只能够压制他们 也没有办法真正地毁灭他们 这就是吞噬混沌石碑的最大好处 神算子出手的同时 龙奥也同样出手了 因为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衣少女 落在神算子的手中 直觉告诉他 白衣少女没有那么简单 也许是吞噬混沌之力的关键所在 有人出手 如今的龙奥乔装打扮 很难有人判别出来 这次龙奥也是抱着逝世的态度 借助混沌九斧的威力 笼罩自己的原本气息 不是不知道 试了喝一跳 原来自己借助混沌九斧的威力 就算神算子都无法感应出自己的气息 这样的话 自己就没有丝毫的忌惮 可以全力出手 不过龙奥没有选择硬碰硬 以神算子的实力 要是自己选择和对方硬碰硬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几乎是可以秒杀自己 神算子也万万没有想到 在自己的威慑之下 居然还有人敢出手 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连其他的星空主宰都不敢出手 此人到底是谁 不过不管是谁 都要杀无赦 否则的话 自己的威信何在 四周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 因为他们也同样没有想到 居然有人敢挑衅神算子 第2499章 击退神算子 自寻死路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此人会被神算子秒杀的时候 情况突变 漂浮在水晶棺材上的白衣少女 猛然间直立起来 缓缓地睁开双眼 一片空洞 很是茫然 啊 就算是神算子都有点忌惮 因为他不知道 白衣少女 和水晶棺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是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反而陷入被动的话 那么到时候 岂不是得不偿失 神算子应 生生地停了下来 因为他能够 清晰地感应到 白衣少女 身下的水晶棺材 释放出的混沌气息 就算是他都不敢 随随便便地碰触 至于龙奥 却没有丝毫地停歇 依然飞奔而去 以龙奥的速度 转眼而至 难道龙奥 不具混沌气息的毁灭 肯定不是 龙奥也不是掌握 混沌之力的星空主宰 怎么可能抵挡住 混沌之力的覆盖 龙奥之所以可以穿过 层层混沌气息的覆盖 最终来到水晶棺材上 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混沌店内 释放出的神秘之力 要是没有混沌店 龙奥百分百不敢轻举妄动 龙奥也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 自己朝着水晶棺材 飞奔而去的时候 一直没有丝毫动静的混沌店 突然间释放出神秘之力 替他抵挡住了水晶棺材的混沌攻击 转眼而至 李氏和人 声音极其的冰朗 没有丝毫的感情 叫了笑 龙奥说道 我叫龙奥 跟我走 你敢 不仅是神算子 就算是其他人都有点萌圈了 半路杀出个长咬惊 要是此人带走白衣少女 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此人 神算子时人当然知道 此人要是带走白衣少女意味着什么 万一此人能够获得混沌之力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也不敢确定 绝对不能让此人走 白衣少女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下一秒钟 巨大的水晶棺材 搜得一声消失不见 回到白衣少女的身体之内 拉着白衣少女的手 龙奥就准备离开 非常的忌惮神算子等人 尤其是自己的身份 因为龙奥根本不敢确定 自己的身份是否会泄露出去 毫无疑问 他根本无法掌握混沌店 鬼知道混沌店会不会继续帮自己隐藏气息 想走 神算子冷笑一声 只是轻轻地拍出一掌 看似绵绵无力 四周的所有人脸色却都完全变了 一个个连连后退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见过神算子出过手 真是难以置信 星空主宰的实力如此强悍 太可怕了 在场的所有人之中 恐怕无人是神算子的敌手 长进太快了 就算是龙奥 都无法比长进快 不仅如此 神算子和其他人不同 看上去随随便便的一掌 已经进过了四周的空间 如今的龙奥 不仅无法动用空间瞬移 甚至也无法踏入混沌店 这下麻烦大了 龙奥心里还是非常清楚 自己还是小看了神算子的实力 不愧是星空主宰 并且神算子的实力 肯定要远远凌驾于其他星空主宰之上 滚开 这个时候 白衣少女突然冷恒一声 反手就是一掌 长进狠狠的像撞在一起 想要硬抗神算子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因为整个浩瀚星空 神算子就是第一强者 根本无人能够抗衡神算子 但是结果呢 白衣少女随随便便地拍出一掌 威力甚至要超越神算子 白衣少女纹丝未动 神算子却是连退数十步 啊不仅是神算子 就算是所有人都彻底惊呆了 白衣少女的实力未免太强大了 能够一着急退神算子 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 混沌石碑 你已经掌握了混沌之力 听完神算子的话 其他的九位星空主宰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 星空不朽和极限星空不朽 全部震惊了 因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 星空主宰掌握混沌之力意味着什么 浩瀚星空的十二位星空主宰 包括神算子在内 没有一人能够真正掌握混沌之力 难道白衣少女得到了当初的混沌石碑 可要知道 当初突然降临的混沌未免 出现了十二面混沌石碑 至今无人知道 十二面混沌石碑是被龙傲所得到 众人只是知道 十二面混沌石碑散落各处 至今无人能够得到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那么白衣女子应该得到了其中的一面混沌石碑 并且顺利地得到了混沌之力 这样的实力 足以凌驾于神算子等人之上 略是如此 神算子等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惊喜不已 因为他们都知道 要是能够抓住白衣少女的话 那么就可以得到如何掌握混沌之力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这次还真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要是清醒的白衣少女 没有人敢出手 包括神算子在内 不过如今的白衣少女 却是一脸的空洞 这个时候出手对付白衣少女的话 乃是最好的机会 为了混沌之力 神算子等人肯定不会选择放弃 不过单单是自己一人 要是白衣少女大开杀戒 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 这就是星空主宰掌握混沌之力的恐怖之处 一起上 要是得到掌握混沌之力的办法 我们共用 要是换做其他人事情 其他星空主宰恨不得神算子陨落 唯独混沌之力 因为他们已经吞噬混沌石碑 一旦得到掌握混沌之力的办法 那么对于自己等人来说 乃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没有丝毫的迟疑 其他九位星空主宰同时出手 不仅是如此 九位半部星空主宰也没有落后 整整十九位超级强者 按照白衣少女如今的状态 恐怕很难应对下来 龙奥一步跨出 来到白衣少女面前 虽然他也已经知道 白衣少女乃是星空主宰 同时还掌握了混沌之力 但是如今的白衣少女情况很是特殊 以一敌十九 不要说如今的龙奥 就算是龙奥吞噬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都未必能够战胜十九人 第2500张风云变幻 白衣少女双眼空洞 刚刚的出手也是情急之下 这一刻 白衣少女就好像僵尸一般 看到这种情况 龙奥也很是无奈 整整十九位星空强者的联手 龙奥根本无法踏入混沌殿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这次肯定死定了 生死为机 轰 轰 轰 成算子众人的速度太快了 并且还是从四面八方攻击而来 不小心之下 龙奥连续被攻击 口吐鲜血 脸色瞬间苍白下来 要是换做其他人 遇到这样恐怖的攻击 相信早就陨落了 星空传奇 对方只是星空传奇 对方要是星空主宰 哪怕是半部星空主宰 众人还能够接受的了 唯独对方只是小小的星空传奇 居然能够硬抗十九人联手一击而不死 要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难以置信 就算如此 十九人还是没有选择放弃 不仅是十九人 更多的人加入战斗之中 一眼望去 简直就是千军万马对付龙奥一人 以一敌无数人 就算龙奥有着三头六臂 相信也是必死无疑 龙奥心里非常清楚 要是换做之前的自己 这次肯定已经死了 不过混沌硬化为混沌酒色莲花 繁衍出九条性命 彻底融合后的自己 几乎是不死的 不过就算如此 自己还是不能落入众人的手中 要不然的话 事情就真的麻烦大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龙奥连连后退 要是单独的自己 想要顺利离开的话 应该还有几分机会 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身边还有着白衣少女 有些时候一旦自己躲闪 肯定会连累白衣少女 就算白衣少女是星空主宰 还掌握了混沌之力 但是如今的白衣少女 明显不太清醒 最无奈的时候 白衣少女根本不出手 这才是关键所在 正是因为如此 四周的人才敢如此 肆无忌惮地攻击自己 和白衣少女 要是白衣少女神志清醒的话 众人还敢吗 不要说普通人 相信就算是神算子 都不敢随随便便地出手 如今的情况 龙奥不能动用任何的必杀技 甚至不能动用混沌服 因为这都是他标志性的东西 一旦动用 肯定会泄露自己的身份 被动之中的被动 稍有松懈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双拳狠狠地砸出 每次出手 都会带起一片腥风血雨 虽然不能动用混沌服 但是龙奥以指带剑 使出第一服地狱吞噬的话 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猛然间 白衣少女冷冷地哼了一声 这次冷哼一声不要紧 着实喝了四周所有人一跳 刚刚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白衣少女只是随随便便的一招 就击退了浩瀚 星空第一强者神算子 这意味着什么 白衣少女的实力实在太恐怖了 想要击杀其他人 完全是分分钟秒杀的事情 白衣少女虽然神志不清 不过谁也不知道 白衣少女何时会出手 每一次出手都是惊天动地 要说不害怕 那肯定是骗人的 四周所有人全部散开 就算是十位星空主宰 九位半步星空主宰 同样不敢硬碰硬 正是趁着这个机会 龙奥以最快的速度离去 龙奥和白衣少女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不意会的时间 两人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都离开了 看着已经消失无踪的两人 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 因为每个人有点蒙圈 在如此多的强者围攻之下 两人居然还能够离开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要是其他人也就算了 但是现在呢 十位星空主宰 九位半步星空主宰 无数的星空不朽和极限星空不朽 围攻一个小小的星空传奇 却还是被此人安全离去 这是真的吗 直到此刻都没有人选择相信 浩瀚星空 有谁能够做到如此的地步 就算是妖孽隆傲都无法做到 难道是隆傲 也有人猜到是隆傲 不过此事想想也有点扯淡 就算隆傲一直都很逆天 却也不可能逆天到如此地步 居然能够抗衡星空主宰和半步星空主宰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爹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叶独孤的脸色很是阴沉 因为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连父亲亲自出手 都能够被对方跑掉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神算子想了想 说到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找出此人和白衣少女的踪迹 要是换做其他东西的话 神算子肯定不会如此上心 失去也就失去了 但是唯独混沌之力 无论如何都不能选择放弃 而得到混沌之力的关键 却是白衣少女 正是因为如此 必须找到白衣少女 至于神算混沌石碑 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神算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除非是能够搞定混沌大鹏 或者能够进入混沌源泉 否则的话 想要掌握混沌石碑内的混沌之力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叶独孤点点头 父子两人立刻离开 对于父子两人离开 其他人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八位星空主宰同样没有丝毫的逗留 立刻各自散去 爹 我们现在要是追杀两人的话 会不会引起神算子等人的不满 白化很是担心 毕竟十位星空主宰的实力摆在那里 要是惹怒了十位星空主宰 到时候持不了兜着走 对于白化的担心 白金岂能不知道 不过混沌之力对于他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要是能够得到的话 完全可以凌驾于星空主宰之上 到时候 浩涵星空为我独尊 之前白衣少女的实力已经足以证明一切 只是随随便变的一招 都不是神算子能够抗衡的 想到这里 白金冷笑一声 说道 给我找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找出两人的踪迹 不仅是白金 就算是其他的八位半部星空主宰 同样没有选择放弃 九大星空帝国 无数的星空帝国 外加十位星空主宰 一时之间 浩瀚星空 风云变幻